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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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在我的粉絲頁上 有一次我上課有講到說 有一年指定學生的作業是 那個告白的那個MP3 那我就在網路上想說 我這樣徵求會不會有人回信 這樣 結果徵求了那麼多天 終於有一個人回信了 而且他也非常樂意讓我放出來 我本來考慮放在粉絲頁上面 但是我跟助理研究了半天 覺得就上課放好了 因為他都會認真的看這個 這叫什麼 開放式課程 他也沒處名 我都聽過了 所以大概只有兩分多鐘 原因是要出錄15分鐘 好像一般人都只能講出兩分多鐘 那你們今天早來就讓你們聽一下這樣 請注意聽 如果有一個人他並不完美 他有一些壞習慣 他會抽菸 泡了喝酒 他沒有什麼錢 他很喜歡安排我們宅在一起打英雄聯盟 他沒有辦法在前列的時候 送你女排包包 他長得不太高 說不定你穿高跟鞋 他就比你癌 他沒有辦法為你完全的改變 但是當你受到委屈的時候 他願意為你打泡布品 你冷的時候 他就可以把他的外套為你屁上 寒流來的時候 他會先把暖暖包搓熱 再放到你的手中 他沒有車 能在雨天讓你不被淋濕 但是他和他的摩托車 能夠豐語無阻地接送你 他都身材不太好 但是在地震的時候 他可以當你的肉盾 他沒有很幽默 但是只要能夠讓你笑 帶冷的笑話他要敢說 他的peach不太準 唱歌也不太好聽 但是如果要為你唱情歌的時候 他會去KTV服務業 他沒有辦法送你99朵玫瑰 但你帶你上課的時候 他會走進教室 把他手中唯一的玫瑰花 交給你 當你鋪的時候 他的T恤 能夠洗送你的雷 他的手臂願意當你的撐槍 雖然你有辦法 扔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他的肩膀 能擔起你一切的憂愁 他 是我 而我 愛你 你願意讓我當你的肉盾 願意讓我把你捧在手心 願意讓我當你的男朋友嗎 好 沒了就這樣 我做一個小小調查 覺得會不會感動的請舉手 有 還是有 好 不錯 謝謝 好 如果有人歡迎繼續投稿 好 那現在有三個問題 親愛的老師 上週之後 我思考了您所說的承諾 在關係中的重要意義 然後發現可能有這一種困境 這困境就是 對於那些聲稱自己是一個 誇號 因為害怕受過傷 或者其他種種原因 而很難或幾乎不會給承諾的人 誇號 我們應該如何和他們相處 就那個人告訴你說他受過傷 所以他不太可能給人家承諾 你碰到這種人你要怎麼辦 這樣的意思 看來似乎無論如何發展 他們最後總是可以 誇號負責的 誇號 為自己的誇號 不負責的 誇號找到藉口 應該相信他們有平等 對待共同奮鬥的可能 還是根本的避開他們 謝謝老師 這個原則很簡單 其實就跟日常生活你的朋友一樣 講遠一點 孔子的學生 孔子的第一弟子 叫做岩徽 孔子誇獎他的時候 沒說這個人不犯錯 只說這個人不二過 他不會做第二次錯誤 當然他不可能到處犯第一次錯誤了 這個不要誤會說 岩徽一天到晚犯錯 都是第一次這樣 然後把所有錯都犯完了 他這一生就結束了 不是這樣子的 不是這樣子的 就說這個人很謹慎 孔子他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所以他問人的時候 孔子就跟他講克己復禮約人 跟別人講人的時候是愛人 那是不一樣的 總而言之那他不二過 如果孔子的第一弟子都不二過 那我們這些人是不是不二過 不三過 可能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就這個道理 所以呢你的這個 不管你面對這個人用什麼理由對待你 我覺得一次我可以接受 兩次我在考慮 第三次我大概就覺得可以了這樣 你一次騙我 我是一次騙我 我是同情你 二次騙我是傻子 三次我再相信你 我根本就不是人這樣 因為有的時候 你要讓他怎麼知道你的態度 或者是事業的態度 就是靠著你跟他說不啊 靠著你跟他講不一樣的話 不然他永遠可以耍賴下去啊 不是用這種理由他有別的理由啊 那你用這種理由那你就去跟別人交往 我已經原諒你一次 我已經原諒你兩次了 第三次我大概就不能接受這樣 你不是他爸爸 你也不是他媽媽 你沒有必要接受他那麼多次 這是我的態度 我覺得就像我們自己一樣 有的事情 你煩起煩起 你真的錯得對不起人家 那你就改正嘛 不改正你就不要跟人家來往嘛 不要再繼續殘害別人嘛 如果別人認為這是殘害 那你就不要殘害別人 譬如說有人來簽停修單 對不對 停修單我傳不問理由的啊 馬上就簽啊 我還要問你說我怎麼殘害了你嗎 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怎麼殘害了你 我對停修這個事情是非常不滿的 停修還有那個言必 我都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制度 那你們有了我就不講話了 我尊重制度 但是我覺得這是錯的 你在選課之初你就應該很謹慎 回到這裡來 你在交友之初你就應該非常謹慎 不是說我告訴你啊 我這個人是很花心的喔 如果你要跟我來往 你要接受我的花心喔 我覺得這是在玩弄權力遊戲 我建議各位的是平等對待共同奮鬥 如果你覺得花心是一個很好的特質 那你也應該縱容對方花心 因為這很好啊 我花心欸 我覺得好欸 那你也花心 我們兩個花心在一起 叫做花花心心 那是OK的啊 你們有共識 on the same page 我們都花心 如果你只是自己花心 然後警告別人說我會花心 然後自己就去花心 我覺得你再占人家便宜 然後這個呢你占人家便宜 你還呢得了便宜還賣官 你說我早就告訴你了 我是花心的人啊 我沒有騙你啊 那你有要共同奮鬥嗎 如果花心是很好的特質 如果花心不好的特質 你是不是該稍微收斂一下 該改一下呢 那我跟你在一起才有意義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兩次三次 至少第三次我是絕對不會你的 學生在我這邊都有一次機會啊 你不交報告 或你因為什麼原因交報告 我只要問你為什麼 你就告訴我一個理由 你可以騙我 但我希望你不要 因為我會接受你的第一個答案 因為你的第一個答案就是你這個人 老師對不起我忘了 這我可以接受的啊 這我可以接受的啊 你忘了OK啊 我可以接受 我不希望你說謊啊 這個人世界已經太多事情要逼你說謊了 老師我上禮拜 講一堆這樣有的沒有 我最討厭這種人 我還是會接受 我說我討厭你這樣的人 我希望你不要因為我而說謊 我也希望我在這世界上 不要讓任何人 因為我的什麼原因要說謊 我希望你就坦坦然然的說 第一次我絕對原諒你 第二次我考慮 第三次就沒有了 所以我告訴你 這是我個人的態度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自己當學生也犯過錯啊 當學生啊 其實嚴格來說 就是要把可能的錯誤都犯 你要當老師 或到社會上做人 你會做一個比較好的人 因為你知道人可能會怎麼樣 你知道那個陰暗面可能在哪裡 你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裡 你如果一輩子做好的學生 你完全不知道界限在哪裡 你自己成就自己是OK的 如果你真的要跟人交往 你就知道有時候人可能 就走到一個界限上去了 他可能會掉下去 他可能不會 你沒有走到那裡 你不會知道的 你當學生的時候 因為你是來學習 所以你有權利犯那個錯誤 我們當老師的理論上不應該用 因為你犯錯而懲罰你 很不幸的 這個是到國外才學到的 講一個故事 這真是發生的故事 我認為不可能的故事 在當時 我第一年到美國念書 不會念書 覺得跟台大一樣 你只要背一背然後考出來就可以了 那背書這種事情我們都會 所以第一年呢 去的時候 老師規定 沒門課規定500頁講義 那哪念完呢 剛開始第一個禮拜 嚇得要死這樣 而且我從軍中退伍不到20天嘛 就到了美國 你想那種轉換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時候也沒網路也沒什麼 你就整整個人就等於 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上去 我那時候的描述是 我就走入了電影這樣 我就走入一場電影 看著下雪要打傘 我覺得那不是雪嗎 沒想到雪跟打傘是一樣的意思 我們這種南方人沒看過雪 第一場雪我真的像電影一樣 哇在校園裡面這樣 然後其他人就看我像瘋子 我們台灣第一人 每一個人看到第一場雪 都高興的跟什麼樣 雪花真的每一片都不一樣的同學 第二場雪以後就避之為恐不及了 就好下去好討厭這樣 上課也是一樣慢慢在適應 結果我的第一年就這樣結束 第一年結束的時候 我有一課成績沒出來 然後其他成績都出來了 我的成績最好的 是我其實最不拿手的課 統計 所以我就拿這個鼓勵同學 我的統計呢B加 我其他課都在B加以下 我認為我很拿手的課 我在美國根本沒辦法念 統計B加 你統計很好 沒有統計台灣爛到臭頭 台灣的統計再爛 你到美國去是加兩班的 那你知道你的爛都比別人好很多 尤其你假如是這個學校畢業 你再爛都比別的學校好很多 告訴你的真相 你不敢面對的真相 錢買不到的知識 你今天晚上有人要去聽 錢買不到的嗎 確實也不用花錢 不過我們給他很多錢 好 接下來我要講什麼 結果那個為了獎學金我才念第二年 我假如那個獎學金拿不到 我就得回來吃老米飯 回到台灣來 那時候就有一門課沒有成績 算一算 那門課要有成績呢 我的成績必須是A加 我才能平均B加 才能拿獎學金才能留下來念書 那沒有人得過A加的 博士班沒有人得過A加的 懂嗎 A加都是要來的 那我在台大一輩子沒要過成績啊 那年我有結婚 我的太太就告訴我 兩條路啊 很清楚啊 一個你就回去啊 帶人的至尊回去啊 對不對 我一個沒要分數 所以我回去這樣 美國沒什麼好念的 這是後來我一個學弟告訴我的 他到美國念的一年就回台灣了 然後回來就跟我 我說為什麼回來 美國沒什麼好念的 我當初該用這個藉口啊 多好啊 我沒有 好 那我太太說 第二條路啊 求成績啊 我說啊 求成績啊 你還有別的路嗎 其他成績都出來 就這個成績空著啊 怎麼辦 想想 真的想一想 因為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很大的一個那個 求成績那我算什麼呢 肯定不求成績你活不下去啊 這比你在一個船裡面 跟一隻老虎相處啊 容易太多了 當然後來有沒有那隻老虎 也是個問題啦 好 結果我就去求成績這樣 在求成績之前先問老師 老師我的報告交了 你收到沒有 老師說沒有 老師說你交到哪裡 他說你是不是沒來上最後一堂課 我沒去上最後一堂課 最後一堂課老師有交代 老師在學校三個信箱 他千交代萬交代 不要放在社會系那個信箱 因為他那天晚下午他就要離開紐約 到別的地方去度假去了 他不收那個信箱 千交代萬交代 所有上課的人都知道 我沒上課 老師對不起我擺在你的那個 老師連氣都沒生氣 氣都沒生氣 他說我那天有說 不過你沒注意到好吧 那我幾月幾號回紐約 你再補交一份來好了 那時候沒有電腦沒有copy 手寫的 那個電腦打字機打了 打了就送出去也沒有copy 老師說你沒有留copy的習慣 我說沒有從那天開始 我就有留copy的習慣 那時候沒有 所以老師說那你就重寫一篇 反正你自己寫嘛 我就重寫了一篇 我的題目 那門課叫社會變遷 我的題目是旅遊 對中國大陸的改變這樣 在一九八幾年代 那時候還沒有旅遊的這個事情 我非常有遠見地發現這個問題 好啦那我太太就說那趕快寫吧 就找了一堆資料趕快寫 不原來也有資料 寫完了 老師哪一天回來了 我太太說那你準備好 怎麼跟老師說了嗎 我說沒有 那怎麼辦 我說最差就回台灣嘛 結果那天就去老師那裡 大概這是一九八二年暑假的事情 我一九九九年回去教書 我老師還在 我特別去拜訪他 我那電梯在那邊打開的時候 我差點就哭出來 按了門鈴老師來開門 老師非常和蔼 說哦 你要叫報告 我說是 我老師但是在你改之前 我要跟你請求 我這門課要拿A加 然後我才能夠拿獎學金 我才能夠念第二年 反正我英文怎麼講我已經忘了 然後我就記得老師看著我的 等我講完了老師說 OK OK 但是 不要再做第二次 我就拿了一家 老師還是改來報告 老師我會給你一家 但是你的報告 你報告上成績才是你真正的成績 老師你不要再犯第二次 他沒再多說什麼 我這輩子就不會再犯第二次 所以你們所有人在我這裡 都有一個機會 是因為我老師給我的 有些人就浪費了機會 那是他的人生 有些人把握了機會 人生從此不一樣 我希望你們學到跟我學到是一樣的 好 到美國念念的時候才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 一轉身就像現在一樣 每次講這故事我都非常激動 老師永遠可以選擇不相信你 我告訴你不要擺內心上 你擺內心上幹什麼 你不來上課活該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老師選擇相信你 很簡單啊 他是老師啊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對不起啊 有點激動 因為 這個道理我竟然到國外才學的 所以會來 學生都問我說 老師 你為什麼要相信我 因為你是我學生 所以我會相信你們 我也希望大家從這裡學到教訓 好 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 這好像應該換一下情緒 應該進廣告是不是 好吧 看看有沒有 所以啊 我想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要相信一個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現在任何人相信我 我都覺得對我是最高的讚美 教學評鑒 那就算了 教學評鑒 當然有很多人寫好話 但是有少數幾個人寫的不是好話 那不是好話就不是好話了 我相信我也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好啦 先從這小問題回答起 敌兒月老 月老講敌兒可以嗎 我覺得敌兒應該跟聖誕老人講 他前面有好幾隻的 敌兒 有點冷啦 我知道 我知道 冬天了沒 我一年上課 在聖誕節前夕啊 然後我就戴著那個 就去買了一個月 那個敌兒的那個髮箍啊 我就戴著上課 我一進來全班一直笑 我從頭上到尾啊 戴著那個帽子 扶手甘胃如子牛啊 各位假如聖誕老公 我都願當你們牽馬車的人啊 為什麼 因為我是你老師啊 好 所以現在我的傳記 就叫做因為我是你老師 懂嗎 誒這傳記很感人的 那用錢買不到的 我不能老開那用錢買不到的玩笑 第二月老 正規教育沒學好 我們還能求助補習班或台大的TA 這怎麼這樣轉呢 但如果修不了你的愛情社會學以後呢 感情還是沒談的 沒談好 我們該怎麼求助 就你上了我的課還是沒辦法 該怎麼辦 是吧 哎呦上了我的課就有辦法 那我不是宣稱療效嗎 上了我的課你自己還是得去實踐啊 這個又不是吃藥 吃了藥感冒就會退 那也看你感冒是什麼樣狀況啊 懂嗎 所以這怎麼能就上了課就一定 大家就能夠在感情上無往不利 就怎麼樣沒有這回事的啦 上了這完課跟你要怎麼樣的 最後的關鍵點不在這門課 這個關鍵點在於你決定怎麼做 還有你碰到那個人 月沒跟你平等對待共同奮鬥 這都不是我這堂課能夠promise你的 我只能引你到河邊喝水 至於你喝的水有沒有毒 你喝不喝水 那都不是我能管的事情 好 好 你建議我們看坊間愛情書籍嗎 我建議看 但是各位要小心 我上 看坊間愛情書籍跟我回答問題一樣 有的時候是亂槍打鳥打中的 因為問題的樣態實在太多了 你問一個問題 我在想那個方向 我這樣子回答 上次這個心理系的林以正老師 我們在開一個會的時候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他就問我 你怎麼那麼有把握你回答的問題 回答的問題是學生那個 我說我沒把握 因為他問了我回答 但是如果真的沒有回答他問題 有的人會下課再來問我 說老師其實我的問題不是那樣 那我再看看有什麼特別 我不是輔導老師 我只是針對這樣的問題 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 我不是輔導老師 輔導老師他很認真的知道你的問題 那你願意再來問我 我當然就有可能 不然的話很難 坊間的愛情書故事也是一樣 那些愛情書呢 常常有他特定的對象 那個case有地方跟你一樣 有地方跟你不一樣 那一樣跟不一樣 有時候差別就在那不一樣的地方 而不在一樣的地方 你就聽了他的話就去做 那他要負什麼責任呢 所以這都是參考用的 尤其你假如在電視上也有那種大掃團 或什麼之類的人 也會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些都是參考用 各位要想到這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這個是因為 多看看多聽聽 各位不像我的職業 我現在呢有很多人寫作業給我看 有的人問我問題 所以我會知道很多很現實很真實的東西 以前還有那愛情事件簿 那現在沒有 你們這樣講一兩句話 我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故事的背後 故事背後永遠有比這個更深的東西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去看那個 我也會建議你們去看電影 我也建議你跟別人家聊天 我會建議的方向非常多 所以不是只有看愛情的書籍 因為最後一張我現在正在準備的 在談美國的那種所謂的愛情自救書 或通俗書的那個陷阱 跟他的可能的出路 那種書都暢銷到不行的 有一年五六年前 有一個人從上海寫信給我 他說經過一個某人介紹 這個某人完全不認識 他建議我去上海開發這種愛情演講市場 像美國那些通俗大師一樣 同學那個要去喔 我就穿金帶銀了你知道嗎 我就沒有辦法這樣解決你們這種問題 你就是我就是偶像了 要培養成偶像級那樣 我就變成老年誰誰誰的奇幻之旅這樣 好或是歐美最新最愛又最花錢的雙人諮商 什麼時候應該走上諮商這條路 第一個你得相信諮商 你才走上諮商那條路是有用 不然那還蠻花錢的 那你如果不相信諮商你去做 那只是配合某人去做 特別男生通常都不相信這玩意兒 你都覺得哎呀那娘們的事情 那既然女朋友要去好吧 太太要去好吧就陪她去 不然的話婚姻會破裂 然後去的人就坐在那說 你告訴她 你告訴她 男人在那邊賺錢很辛苦的 一人到來想這種小的柳子都沒的 你告訴她 你告訴她 這種事情那你想這還要需要諮商嗎 那諮商是坐在那一看 就知道你們夫妻的問題 權力不平等這樣 男的永遠不聽女的講話 結果所有問題都出來女人身上 那你還要花錢叫人家告訴你這件事嗎 用錢買不到的課像我這種課 也從學術研究上 你有各種角度 來對一個問題 做出真的相對而言 比較周全的思考 不是完全了 比較周全一點的思考 你都還想不到答案 那可能還有另外努力的空間 那個如果你能從諮商輔導 找到方向 那未常不好啊 你可以花錢買到諮商課 可是諮商的效果 如果對你的未來人生是有幫助的 這是值得的 這是值得的 好 最後啦 最後這個問題 準月老你好 你好 希望你投我一票 我想我是不是該有一個候選人號碼 這樣會比較好稱呼這樣 親愛的第三號月老候選人什麼之類的 各位可以給我一個號碼這樣 如果談一 三個問題 如果談戀愛是一種自我的延伸 有一堂課是教這個的 沒錯 那我們應該如何把對方 當作一個完整的個體 不過度操心 期待與控制對方 你不用期待對方是個完整的個體 他就是個完整的個體啊 你還期待幹什麼 你期待他不是他就不是嗎 哎呦 念你嘛變成不是嗎 這跟你的期待沒有任何關係的同學 他就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你不能把它當成完整的個體 那是你的認知的問題 好 你在海上漂流太久了 搞不清楚哪一個是真的哪一個是假的 好 你對一個人過度操心 不知道他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那你基本上連對方 你當然是控制不了 你被講控制不了對方 你連你自己都沒控制好 你還講別的嗎 三個問號這樣 何謂要求 何謂控制 你大概不知道 對方會告訴你 你管太多了 這叫控制 那如果他那時候很高興 那就不叫控制 同樣的行為 關係好的時候 就不是控制 關係不好的時候 就是控制 你喜歡他的時候 你覺得那是他對你的關心 你討厭他的時候 你覺得那就是控制 你爸媽打電話給你 弟弟啊 妹妹啊 最近還好嗎 對不對 你只要覺得 哇 爸媽好關心我 對不對 你幹嘛每天打電話呢 你控制我啊 他不是打電話嗎 兩人好的時候 他每天打電話給你 覺得哇 好溫馨喔 每天都有電話這樣 等兩人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很煩的你 不就是每天打電話嗎 所以你覺得是打電話的問題嗎 不是嘛 所以這個何謂要求 何謂控制 要求比較難說 控制比較好說 當另外一個人不舒服的時候 通常就表示是控制了 好 第二 這是簡單的回答 如果兩個人未來結婚住在一起 還有人未來結婚不住在一起啊 未來結婚住在一起 兩人生活習慣養小孩的觀念不同 難道也應該尊重他是獨立的個體 不希望他改變嗎 同學 你這個問題有點不太對 尊重他是個體 跟要不要他改變 心不希望他改變 這是兩回事 不是你尊重他 那他就不改變了 或者不要要是他改變了 你尊重他 他要不要改變 是當他來決定 不是你來決定 像你爸媽 你們大家考大學的時候 你們的志願都誰的志願啊 都爸媽的志願啊 你們哪有志願可言啊 你們什麼也不知道 你怎麼可能填志願呢 這從我那時代荒謬到現在啊 你考試的志願是什麼 你乾脆說落點 落點是別人決定的 你考這個分數 然後剛好落在那兒 有點像打那個什麼爬慶狗 或什麼之類的 就掉了個洞那樣 那是外人決定 不是你決定的 你只用了一個例 你只考那個試 然後考過 然後分數這樣算到那去 所以那個不是你決定的 好 你要不要結婚 這是你決定 對方也決定的 要不要住在一起 這是你決定 對方也決定的 生活習慣不同 有些完全不重要的 有些完全不重要 有些很重要 譬如說疊不疊被子 我們先從這裡講起 疊不疊被子 就是生活習慣的問題啊 有人不疊被子啊 有一定要疊被子啊 那這有那麼嚴重嗎 那更另外一個 比疊位置還嚴重的 那個廁所的那個板子 要不要拿起來的問題 這在美國是很重要的問題 在台灣也是很重要的問題 那台灣我太太有一次就說 奇怪 為什麼沒有人家裡面 有男人小便斗 這樣男人就不會尿到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叫馬桶蓋上 馬桶座上 我說哪有人家有小便斗 這不分家了嗎 我說餐廳有的都沒小便斗呢 我們兩個就是為這個爭吵 所以我們有一陣子 就非常認真的去查 我們去的餐廳 有沒有小便斗的問題 做出歸納 發現有小便斗的確實有些有 那有一些真的沒有 就男女共用 什麼樣的廁所都有 所以你也不能說 什麼樣的是怎麼樣 那既然家裡 本來我太太建議 在我們家廁所 裝個小便斗的 我覺得荒謬到不行 第二個沒那麼大地方 有一個馬桶座就可以了這樣 甚至誇張到要怎麼想像 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一種馬桶座 人經過會打開 男人上廁所 他會自動把那馬桶座打開 然後你就可以上 就絕對尿不到 除非你太急 他打得太慢 那還是可能 不然的話 理論上是不會那個的 庫道不行很貴 這只有日本人這種人會發明 有一本書叫廁所大不同 建議大家在書店找到 書館找到去拿來看一看 日本人對於廁所真的是太厲害了 聽說馬丹娜等人到了日本去 然後做那免治馬桶 免治馬桶跟你今天晚上要吃的 免治牛肉飯是一樣的字 但是完全不一樣的關係 對嗎 不要因為有免治馬桶 聽到免治牛肉飯就覺得很噁心 完全沒關係 好 那個馬丹娜什麼 聽說就在日本上了那種廁所以後 回 就帶了一個免治馬桶回到美國去 日本的旅館或者招待日本的旅館 全部有免治馬桶 我家就有免治馬桶 最近幾年 好用同學 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剛開始覺得怪怪的 覺得好噁心這樣 後來真的好用 不能一日沒有他 我可以去拍廣告 真的非常好用 我現在強力的推薦這樣 好啦 所以那也是馬桶的問題 生活習慣了 這個東西最切實 擠牙膏都是問題 這是我一個學生 跟他男朋友大概住了幾晚上 回來跟我說的 他男朋友在美國 他在美國住了一禮拜 回來跟我說 老師 我說男朋友啊 真是貼心啊 我說怎麼貼心 他擠牙膏啊 我早上還沒起來 牙膏都已經擠好了 擺在那個牙刷上面 這是我那麼多年來 第一次聽到 以後也再沒人聽到 他男朋友把牙膏都擠好了 擺在牙刷上面 我說你男朋友結屁 他說怎麼會 我說他因為嫌你擠牙膏樣子 太難看 他說老師又擠牙膏很難看啊 我說這是從學生裡面學的啊 以前有人就告訴我 老師你沒看我爸擠牙膏都亂擠 我說牙膏擠得出來就對了 還要 什麼叫亂擠呢 牙膏會從屁股出來嗎 不會嘛 牙膏不就從那洞出來嗎 我每次都很好奇 那種三色牙膏 怎麼擠出來真的就三色 為什麼不會多擠一色而已 我就好佩服那種 那牙膏是怎麼做得到的 是被規訓到這個第一步嘛 三色牙膏特別是 每次買一定都擠得三色 怎麼擠他都是三色 好奇怪 總而言之 他覺得有非常噁心的牙膏擠法 我說什麼叫噁心牙膏 他都用亂擠啊那種啊 我說那把牙膏怎麼擠 老實在從底啊 然後就這樣折啊 這樣一直折一直折 就這樣就一點都不會浪費啊 我說你全年先生啊你 最後還拿那個全年卡 這樣子弄呢 所以有人認為 你要是不從背後這樣擠牙膏 那叫亂擠 台灣有賣那種牙膏的那種 然後就這樣轉了 就自動把你牙膏真的一滴都不浪費 我爸在試的時候就買了一個送給我 我用過一次以後就沒再用 我就有點怪 牙膏擠得出來比較重要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反正怎麼出來都是那三個顏色 我喜歡那種三個顏色牙膏 看起來非常的lovely 所以這就是生活習慣的問題啊 那有人不喜歡啊 有人早上跟晚上用不同的牙膏 他說不要用一個牌子 用一個牌子沒效果 蛤 一個牌子沒效果 有人還用牙線 有人現在還叫牙尖刷 各位知道嗎 你們牙太好人就不會知道 牙不好人就一定知道牙尖刷 那牙尖刷就像哈比仁用的東西 你知道嗎 哈比仁用來刷鍋子啊刷什麼的 然後就變成牙尖刷這樣 那現在哈比仁真的是 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好所以養育小孩觀念不同 養育小孩觀念不只是夫妻之間不同 還有隔代的不同 將來你呢跟那個小孩沒人照顧 你的這個公公婆婆 或你爸爸媽願意替你照顧 你都稱信不得了啊 那唯一麻煩就是那個照顧的方式 你可能管教不一致 這發生 現在就已經發生很多這樣的事情 那這些都可以溝通的 所以不是說尊重對方 就不能夠改變了 尊重對方你跟他講 他也會尊重你啊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最好就找第三個人看啊 那媽不要麻煩你了哈 我們自己雇一個人 雇有牌的保母 那這是一個辦法 你有錢 辦法多得很啊 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誤會說 因為你要尊重別人 這個獨立的個體 就沒什麼好商量 不是這樣子的 平等對待共同奮鬥啊 雖然是獨立個體啊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台灣有月老 其他社會有類似的神詞嗎 有沒有細微的差異 欸我真的不知道 韓國有沒有我不知道 不過我們最好改變成世界遺產 拜哪一天 各位知道我要講什麼 好 那日本好像也沒有 所以台灣的月老廟 很多日本人來拜 你們不是有去參觀 峽海城隍廟嗎 峽海城隍廟 你各位看到外後 那個外面貼的那個 參拜的程序嗎 有哪一國語言 英文 還有哪一國語言 日文 為什麼 因為日本會來拜 有沒有另外那國語言 好像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好的 那外國有邱比特廟嗎 沒有 電影上有演給朱莉葉的信 在義大利 那情人會去那個地方 然後把自己的情感問題寫給朱莉葉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寫給朱莉葉 朱莉葉不是成功的例子啊 常常搞不清楚 不過也很難說啦 像我們拜關公報人那樣 關公不是一個成功的英雄啊 你如果研究歷史上關公 他會變成英雄實在是 我最好不要講太多 免得到下次經過行天宮 會有點困擾這樣 總而言之 在台灣關公信仰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蓬勃 蓬勃到你都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 我覺得寶生大帝是信仰是很有道理 這我昨天在另外一堂課有講到 我年輕的時候呢 很喜歡對廟宇的事情有興趣 我就注意到 那時候我住永和 有一個寶生宮這樣啊 然後這個後來台北 在孔廟旁邊有一個寶安宮 是台灣很早的一個廟宇 寶安宮奉寺呢是寶生大帝 寶生大帝呢有個真名叫武本 不是無尊是無本都姓無 那這無本呢 我年輕的時候讀過他一個故事 覺得很感動 我們大部分人把龍啊 特別把虎啊 都看成是兇猛的野獸 你跟他是勢不兩立的 要不然他死 要不然就是你活 就這麼簡單 這故事一直延伸到現在 你看少年拍也是一樣 其實印度也有不同的神話 寶生大帝故事裡面呢 有一天就寶生大帝經過 那時候他也是人 那時候他好像是個藥師還這樣的人 他就經過了那個森林 然後看到一隻老虎 餓得快死掉了 你知道這人想什麼嗎 這人就看這老虎可憐 就把自己的腸子 就拖出來 就給他吃了 給老虎吃了 所以寶生大帝 旁邊有一隻老虎跟著他 這當然是神話各位同學 不要自己經過動物園 就把自己腸子拖出來 那不是這個故事 這些人都是神 所以講的話都是神話 可是這個神話 所代表的意義很特別 他為什麼沒把那個老虎怎麼了 他跟他就是為了那個老虎 這裡面故事告訴你說 他把老虎也看了自己的同類 那就真的是眾生平等 不是只有人才是人 我們現在人類的文化 很多文明都強調 人是最尊貴的 所以在說萬物裡面 人是最尊貴的 這種以人本中心有的時候很可怕 所以我們最尊貴 所以其他人都是來給我們吃的 其他人都是來為我們服務的 其他的生物都是怎麼樣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概念 那我們就學不到跟人家共存的這種智慧 所以我們可以為了什麼開發 就把熱帶雨林給砍了 你管那些動物死掉幹嘛 畢林絕種管什麼 那你想哪一天地球要毀滅 外星人管我們什麼 這是我看到那個老虎的時候想到的故事 我另外一個說李安終於知道 不是我們看電影的人終於知道 臥虎長龍沒出現的虎 在這麼多年後終於出現這樣 所以下一次會出現一條龍 他的電影裡面一定會出現一條龍這樣 好啦那就是這個 這一堂課先講的這些事物性的問題 我講我老師的故事我不是常講 因為是為了鼓勵同學 還有就是我大概第一次體會到 什麼叫老師什麼叫學生 從自己親身的經驗 所以各位千萬在我的課 別人怎麼樣我真的不敢講了 那在我的課不要怕犯錯 在我的課你不要撒謊 不要撒謊 你養成這個好習慣 我相信至少你晚上睡得著覺 很多人晚上是睡不好的 好回到我們上禮拜 大概講到的這個139頁 友情的性別差異 這種友情的性別差異 這個人他的研究是這樣的 他覺得呢兩性的友情是一樣的穩固的 這沒有說男人的友情會比女人穩固 或不穩固沒有 但是呢表達這種穩固 友情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男人呢女人他先講 女人都女性或者女人 通常用身體跟口語上的情感 來表達彼此的親密 所以女人大概講話講特別多 溝通交流 所以女人講電話也會講特別的長 那傳紙條這種事情 大概女性也居多這樣 然後另外呢男性相對而言 就透過彼此的陪伴行動 或共同活動 男人比較不用言語 比較用行動 這是一般的研究都發現的 但是這種研究的發現呢 各位一定要注意 這是對現狀的一個描述 並不表示 這是未來也還會是這個樣子 特別不表示 這是男女的天生的差異 不是的 我們社會家特別不相信這個 你現在發現是這個沒錯 但是因為你發現了這個 所以你有可能讓這種情況造成改變 就不一定要這樣的 那我自己的經驗裡面看到我的朋友 或我自己的情況 我朋友的情況 或者其他的學生的情況 我發現男男女女在各方面表現 都有時候是跨性別的表現 不是女生都這樣 男生都那樣 不是少數女生不是這種樣子 那少數男生也不是說的這個樣子 那不妨礙你是男生或你是女生 所以這種結論有時候會 會讓人家誤以為 這是天生不可改變的 不是的 這不是的 這都是後天學習的結果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另外他這個研究發現 女性的友人之間 比起男性更多 從事偶然性的情感行為 偶然性的情感行為 偶然性的情感行為 譬如你去逛百合公司 你會跟一個陌生人聊天 聊到說你覺得這東西很便宜嗎 那專櫃另外一家更便宜這樣 男人比較少從事這種偶然性的情感關係 男人比較不建立這種關係 那建立這種關係呢 會有時候被人家認為 這是男人搭訕 這男人可能有其他的意圖 或是騙子 大部分正經男人都不會處理這種事情 女生比較會 另外一個類似狀況 就是有人看起來在路上 在台北市或在台大 忽然間好像迷路不知道怎麼走 有多少人會走上去問他說 請問我可以幫你忙嗎 你是要幹嘛嗎 還是兩個人走在一起 男男女女這樣 那誰會去問路呢 我自己開車我就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司機這樣 每次我太太說要不要問路 我說不要 我看地圖就好 就後來看到一本書說 為什麼男人 女人不看地圖 男人不問路 我說天啊 這不就說我嗎 我太太真的是不看地圖的 我說你這怎麼開 她就說你擔心什麼 台灣是海島開得出去嗎 那兩人開車有時候 尤其剛開的時候 那根本就是夫妻決裂的一個大的 一個大的一個坑這樣 後來就建立一個規則 不開車的人不要講話這樣 讓開車的人決定 他是要看地圖還是要幹嘛 所以我們兩個就這樣決定 我有一次自己開車啊 才麻煩呢 那要不然我太太我還可以怪他呢 自己開車開到中壢去了 然後中壢就開不出來了 不知道為什麼就走進了類似鬼打牆這樣 我要不要問路呢 地圖已經走到地圖外面了 那時候沒有那個定位系統這樣 就很痛苦你知道嗎 我想只有一個人你知道嗎 他覺得跟自己的那種傳統觀念挑戰 還想不問路我怎麼開得回台北呢 我剛才記得開經過那高速公路 那現在怎麼上去呢 就痛苦之餘就想說 好吧反正在這沒人認得我 我就拉下老臉經過一個檳榔攤 寫個檳榔我想 就來問檳榔西施吧 一看是檳榔婆婆 那地方沒有西施 西施在交流道沒西施 我搖在窗子就跟阿婆講台語這樣 不好意思阿婆 高速公路怎麼走 他說你到前面啊 碰到紅綠燈右轉 然後再右轉就到了這樣 啊謝謝 他說你到前面這個你到前面啊 跟我們都市人的你到前面是不一樣的 都市人大概前面你就看到對不對 那個鄉下你到前面大概開了兩公里 沒有紅綠燈那個叫到前面 然後後來正在狐疑之際 哎呦紅綠燈看到 終於在這兒 然後再右轉 那又開了好久好久好久 通常另外有紅綠燈 然後再右轉 你看真的有個牌子往高速公路 所以問路有時候是有用的同學 現在我不知道那個衛星定位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聽說衛星定位開到山上去這樣 這個所以有些時候 你會發現有些話真的是鄭重我心啊 所以有人說這是刻板印象 我說刻板印象有時候好像也有它的道理 不然的話大家都傻著嗎 但也有它的道理不表示說 那適合你的並不表示適合別人 大概要修正要這樣看 那先上到這裡 另外一個研究結果呢 就有一點符合一般人的想像 就是男性對於女性朋友 通常都有浪漫跟性行為的期待 所以說我跟他只是男的朋友 他是我的男性朋友 這個在那種比較世俗的人會想 呵呵這是你說的那樣 哪一天你知道那男人想了什麼事情 我都知道這樣 所以通常女生的爸爸會特別緊張 為什麼 因為女生爸爸been there done that 我曾經在那兒過 我知道會做出什麼事情來 你們說爸你亂想 爸爸曾經就這樣過了 所以不要把你爸爸認為他是亂講 你爸爸可能不是學愛情社會學的 他一定是實踐者這樣 啊老師不像老師啊 只是學愛情社會學 常常實踐不了 然後男性對於異性朋友的友誼動機 常常是因為性的吸引力這樣 這是一個 有時候會讓人家很討厭的一個發現這樣 那這樣交朋友 你知道這結果你又交朋友 一群女同學跟一個男性的朋友交往 那你不是覺得說 我就覺得你什麼時候會這樣 隨便就把我鋪上床這樣 你不是講半天你就是想跟我上床嗎 就容易造成這種 額外的這種意外的這種 這種惡果這樣 所以很討厭 那140頁 當然情況不一定是這樣 女性的對於有情中有性的意思就是 非常困擾 非常困擾 這個其實可以回到 有一次我們回答一個 那個粉絲頁上的一個人的問題 他說那個他從小一個 從小就 這個只是男生 他有一個很要好的 從小一起長大的女性朋友 他跟他告白了兩次還幾次 我不知道各位記不這個故事 然後那個女生就跟他說 我不會接受你的告白 因為你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 我從小時候 就已經決定這件事情了 然後那男的還不死心 一直跟他告白 他就都沒答應 然後這個女生就跟他 甚至跟他交往的 這個女生交往的男朋友說 我雖然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跟我的那個 從小在一起的好朋友 我是一定也會跟他在一起 他生日我會去幫他慶祝的 所以我先告訴你 希望你不要誤會這樣 那這個女生的這樣的行為 或這樣的想法 就是他認為他跟他是朋友 沒有性的因素在裡面 那這個男生有時候會 比較難去理解這一點 比較難去理解這一點 那女生也會很困擾啊 所以我為什麼 我們就不能當朋友嗎 那在這裡朋友的意思就是 基本上沒有性的任何的可能性 那在這個我們的文化 混争和文化裡面 大概對於男生來講 都是很大的挑戰 對於女生來講 為什麼你們男人一定要 都想著性呢 我學到了一句話 那時候嚇死我了 老師男生是不是都精子充腦這樣 我的畫面馬上就出來 你知道嗎 就一堆精子然後就往腦門上去這樣 好可怕的畫面這樣 現在都揮之不去這樣 我就是想像力太強你知道嗎 這造成自己很大的困擾這樣 好 所以這個各位注意一下 這性的因素呢 對於友誼會有負面的影響 雖然美國的連續劇 希望能夠改變這樣的狀況 那事實上是有多少人會那樣做 真的是有問題的 不要從戲劇的表現 誤以為那個文化就是那樣 這個基本的道理你應該會懂 我們常常懂得我們的鄉土劇 那種情況大概不會發生在你我身上 但是我們就誤會了別人的鄉土劇 好像就發生在別人身上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誤會 各位要有一個這方面的意識 接下來異性友誼之間的 性跟浪漫因素是很低的 這就是友情跟愛情其實最大的差別之一 就在那個性的可能性 友情基本上沒有性的可能性 那大家願意去當朋友 也一開始不會往那方向去想 那至於後來會怎樣 那是後來的事 那有一個研究同性戀的研究發現 大多數男同志跟最好的朋友之間 都有過性行為跟戀愛經驗 那是男同志 所以他們的情況在這點 跟異性戀是略有不同的 那這是愛情跟友情的關係 有時候你們問我這個問題 我很難在幾分鐘的回答 把它整理那麼好 所以特別希望你們能夠注意一下 也希望看這個開放式課程注意一下 有時候有些問題的回答 只是一個縮影 那真正希望你們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還是要看這個課程比較多方面的說明 那接下來是愛情跟師生關係 中國的五輪關係裡面最麻煩的一點 沒提到就是師生關係 孔子其實跟他的學生之間的關係 是非常的有趣而緊密 但是孔子呢或者後來的孟子講五輪 並沒有提到師生 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那後來荀子就有講到 師生關係是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在現代人更幾乎不可能離開學校 我那有一次算了一下 我大概從小到念到博士班 我受了22年的教育 意思是說我當了22年的學生 有一天黃金交叉 我終於當了22年的老師 以前我都說我當學生的經驗 比當老師的經驗多 那天黃金交叉以後 我當老師經驗就比當學生的經驗多 所以我現在已經站到另外一邊來了 on the other side 那這個愛情跟師生關係呢 是呈現一個有點複雜的情況 我們的性別平等教育法 在制定的過程中間 那時候我剛好在轉折期 我當時擔任本校的負責人 我去開會 開會呢就有提到一個問題 到底要不要明令禁止師生談戀愛 這個討論的非常多 那這個負責研究的一個教授 說他去美國考察了 考察幾個學校 發現有三種做法 我跟你講這三種做法 我不用去考察我也知道 第一種做法完全禁止 林容忍 開玩笑說林容忍聽起來像一個人的名字 對不對 我的好朋友林容忍 林容忍完全不准 一遊就開除 美國有這樣的學校 雖然美國很自由 美國很自由 也就是因為很自由 所以什麼樣的學校都有 另外一方面呢 是完全不管 那是男女的事情 尤其大學生都滿18歲 這沒有跟未成年在一起的什麼任何非法的問題 所以他要談戀愛他家的事 不管那是個人的這個情感的自由 所以有學校是這樣 那有學校呢 當然既然有這兩種一定還有中間那一種嘛 對不對 就看情況來管 違反了這個什麼基本的倫理準則 那就管 譬如說呢你無緣無物給一個女生分數很低 通常男老師多嘛 或無緣無物給他分數很高 那這個呢都有問題的 那不是因為他學業的表現 而是因為他其他的不能說明 未說明的原因的表現 那這個在美國的大學裡面呢 這種事情偶有所聞 電影裡面呢常常還會出現類似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女性主義的學者 在多年後就爆料說 另外一個他當時念書的時候 一個非常有名的男性的學者 邀請學生到他家去喝酒 喝完酒以後呢就提出性的邀約 然後被女生拒絕 然後那年女生的成績就很差這樣 可是這在多年後 所以這件事情呢 反正哪任何爭論出來 都有人幫腔的 都有人是負責來轉移話題的 然後轉移話題至於說 為什麼你十幾年後才提出來 你為什麼不當下提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無意義的話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現在不死 那要等到以後才死 我覺得這邏輯是一樣的 這你叫人家怎麼回答嘛 對不對 timing嘛 還有我不覺得當時是問題 我還沒準備好出來 我心中還沒完全準備好 這都是答案啊 這有那麼的困難嗎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後來在制定新民法的時候 你知道新民法沒有追溯實現 你萬一被一個人欺負了 你什麼事都可以告啊 你八十歲的時候還可以告啊 只是你找不到 找不到證據而已啊 有人說最好是六個月 不知道是法律的哪一個東西有 六個月的期限 新民法理論上是沒有期限的啊 你隨時想好隨時告啊 也就是這樣呢 有一個學生有一天來跟我講 他老師 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被教官欺負 我說欺負是什麼意思 你可不可以說得清楚一點 他說他們帶我去汽車旅館 我說他們 這事情嚴重了 那我就認真地談了一下 然後當然因為這事情 事實很敏感 所以有些事情我就不能說這樣 結果我說那你可不可以上網 我們查一下 在我研究室 查一下這些教官還在不在 上網一查 全部教官都離職 他說的教官 每一個人都有名字啊 哪一個教官哪一個教官 我同時嗎 他說不是先後 帶他去汽車旅館 那女生哭的喔 我就說完全守之無措 我不是說他哭我守之無措 這要怎麼處理啊 我說你有沒有比較信任的老師 在那個學校 他說有 有一個老師 我說你有沒有寫信給他過 他說有 我說那老師怎麼回答 他說到現在還沒回答 我說老師叫什麼名字 我就上網一看 就這個人 我現在不太記得名字 我說你當初有沒有講 他說沒有 他當初不知道這些事情該怎麼去 你知道還沒有process啊 這怎麼是一回事 能不能告 而且呢你知道嗎 他當初真正相信 這些人替他做這件事情 性侵他 我們現在這樣講 那時候那些人都是說他們愛他 所以才跟他做這事 他當時不知道要如何處理這句話 他說我們喜歡你啊 我們都很愛你啊 然後這個人呢不是台灣出生的 也不是台灣受教育 我只能這樣講 他就以為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方式 沒有一個文化是這種方式 OK 然後他當時都不知道 然後念了大學也不知道 一直到後來不要聽了演講還幹嘛 這事情就被觸發了 然後他想這到底算不算 能不能再處理 那後來當然就先安撫他的情緒 請他去心腹室跟老師談一談 因為我們一個人不適合做太多角色 我自然是負責人 我就不能處理你情感的問題 我是你老師我可以跟你隨便談一談 可是我不是輔導老師 自己有專業 所以我就請他去輔導室談一談 然後談完了我在研究 怎麼樣處理這樣的事情 而且年代已經有一點久遠 大概從九遠就六七年以上 然後那些人都已經不在學校 理論上還是可以處理 只要他活著就可以處理 你知道嗎 但是實在是一件 後來聽說那個 那個他覺得支持他的老師 有給他回信 然後我看了那個回信 那老師也說我當時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他沒辦法做證 他也沒辦法做 他只能證明有這些老師 那是不是做那個事情 當時沒有任何人知道 這個老師也不知道 後來他經過了幾次輔導以後 他就比較釋懷了 他就覺得他可以不告 但是他一定要把這事情說出來給我聽 單人的位置真的是 我這位置沒想到會有的位置 也知道了很多人性 非常非常非常不堪的一面 有些人做那些 欸那些人平常你見到他 都是人模人樣的人 我後來就 就大家一直有人跟我講這樣類似的故事 在台大也有 有的老師這個關心學生寫論文 就跟說你趕快寫啊 你出什麼問題我們聊一聊 就帶到運動場 晚上聊聊天聊完了 說我們去吃 聊完了 然後我們去台醫吃冰吧 吃什麼好吃了 所以說那再聊吧又回來 回來以後呢 老師就不自主的就抱住了學生 那想這是老師關心學生表現嗎 那學生就 然後呢 老師就把學生推開說 對不起我不應該抱你 我應該先政權你的同意 那我現在可以抱你嗎 欸我想那個 你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我現在講哈 因為我們都在很清醒的狀態哈 我們假定有時候你在另外一條線上 然後忽然間你就覺得被抱了 然後一看是老師 然後老師又是退回去說對不起 我應該先政權你的同意 我可以抱你嗎 你還沒醒過來 你從第一幕還沒過來 你知道嗎 就抱了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以為你答應了 然後老師就聞你了 覺得你已經答應了嘛 然後嘴唇就上來 上來以後你還沒醒呢 他說對不起 我應該先政權你同意 可不可以聞你 怎麼來這一套呢 還政權你同意可不可以上床 對不對 我都已經想好下一段了 那女生就推開了就跑掉了 然後他自己也很自責 他說老師為什麼不能在第一時間反應 我說同學 大概不是你不能反應 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在第一時間反應 怎麼會老師抱上我們呢 這是幹什麼呢 還又穩了呢 還退出來說我對不起 我沒徵求你同意 然後再徵求你同意 你還沒回答他就 這太奇幻了吧 同學我們都不在那兒 所以這個講故事還可以 那個同學困擾到不行 後來都不太敢來學校 因為來學校會碰到那個老師 不敢到戲館 到戲館碰到老師 那你碰到老師 老師要跟你說怎麼樣好一點嗎 你要怎麼反應呢這 你懂嗎 後來我說你怎麼選擇跟我講 他說老師我覺得你是公正的 聽完心就涼了一半 一方面很高興 結果我是公正的人 教學評審 從來沒有人學我是公正的 我是好心的是有的 我是公正的 他希望我知道這個故事 我說然後呢 他說然後他現在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懲罰他 我說我現在也不是姓平會的任何人 我怎麼懲罰他呢我 我就忽然間覺得自己像官公 你知道恩主公那樣 那個位置不太好坐 我不要爭取那個 我爭取月老好了 這種事情啊 那你說老師有說他愛你們 沒有他就抱你跟吻了你啊 然後跟你說對不起 他們又爭取你同意 然後吻了你 然後你還沒回答他就吻了你啊 這算不算性騷擾呢 還是老師關心學生呢 後來我說第一個 你先換指導老師 他老師可以啊 當然可以 怎麼不可以 開玩笑 他做的事情還沒跟他算帳 我說先把你的事情搞好 你要畢業趕快找換指導老師 他說怎麼換 我告他有一個辦法 第一個 你們都可以換指導老師的哈 如果指導老師 不管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或其他原因 你不要繼續受他的那個 尤其你還沒想清楚的時候 可以換指導老師的 沒有想要的意思說 其實你沒接受他的意思 你懂嗎 你假如要接受他 你不會來跟我講的嘛 你跟老師是一對 這怎麼好講的呢 那你不太確定這事情是怎樣 結果呢就換了指導老師啊 我就去跟那個新的指導老師講 我說他要換指導老師 他說為什麼 我說有一個 我不方便告訴你的原因 總之換指導老師 然後那他要換題目 我說可以 他換題目 就找他換題目 結果這個人呢 在原來指導老師那裡 譬如說純粹舉例來講的數字 五年沒有畢業 碩士啊 換指導老師一年就畢業 我就是知道太多故事 所以我還今天能保持那麼開朗 我真的是 一定有上帝 我不用在海上漂流 我都知道 一定有上帝 不然他怎麼辦 可是有上帝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哪一天他把我擺在船上 那跟一隻老虎在一塊兒 好吧 另外呢 這也拿錯了 你看太激動了 好 所以呢 到底 我們再回答來講 校園的愛情的禁絕跟放任 通常國中就開始有這樣的問題 但國中生大概基本上 不被鼓勵談戀愛 但是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我們要不要來思考一個問題 戀愛是不是鼓勵就會有 禁止就不會沒有 如果是這樣 我們當然要鼓勵或禁止 對不對 因為禁止就不會有嘛 這很簡單嘛 那鼓勵就會有嗎 我說好那我們來 這個問題只要停在這裡 又太膚淺了 我說我們來看大學 大學理論上 沒有人禁止誰談戀愛對不對 可是大學生為什麼 談戀愛的那麼少 為什麼 我自己愛心社會學 基本上是鼓勵大家談戀愛 那為什麼班隊那麼少 照道理你們現在應該愛在一塊兒 知道嗎 兩兩相分 然後兩人都該坐在同一張椅子上 然後每天就這樣梳著頭 然後幫他撿分岔什麼之類的 然後兩人要恩愛到不行啊 然後恩愛到上課 我就自己低著頭講啊 因為抬起頭還會生一百尖嘛 這樣 他們家應該是 喇吉多 喇吉多做這一邊 然後什麼的 就應該這樣不鼓勵嗎 又是愛情社會學嘛 對不對 那天建道男在我的粉絲頁上留言 老師我是建道男 我當然知道你是誰啊 建道男就說啊 他那個課沒有實習這樣啊 哎呀有實習你也不一定做得到啊 我的愛情練習曲 那個愛情大一的新生專題 第一年的時候我就開了這個課 就叫他們實習 實習講故事啊編故事啊都編不出來啊 你以為那麼容易啊 所以呢 如果不是禁決就不會沒有 不是鼓勵就一定會有 那麼愛情你就別說了吧 他來了他願意跟你講 你好歹有機會跟他討論 他來了不願意跟你講 你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靠他的idea談戀愛 到的時候呢 戀愛失敗了 他就靠他的方法來結束 包括生命 所以呢你說高中生的 國中生高中生的愛情的禁忌的問題 當老師的通常都不太禁決 我所碰到老師都跟我講 還校長都說高中生談戀愛自然啊 我們很鼓勵啊 我們或者有老師講的含蓄的 我們不鼓勵 但是絕對也不會說禁決啊 禁決的全部都是家長 特別是那種擔心自己小孩課業的家長 我多年前去台中女中演講 校長說跟我聊天私下 他說我基本上贊成 但是孫老師你不知道 我去議會質詢 議員就指著我鼻子 說我女兒最近才考你們學校 不准你給我來什麼開放式的學校 什麼男女合校 不要來搞這個事情 你就把升級率顧好 我們就給你經費 你不給我顧好他你小心這樣 就指他鼻子 所以這個校長就說他也沒辦法 我想說你應該有骨氣一點嗎 你就跟他說我是教育者 我知道該怎麼教育小孩啊 你應該聽我的啊 那他會談戀愛他不會談戀愛 那不是我們能控制的啊 你為什麼敢講這種話呢 很多校長都不敢講這種話 你是有專業的啊 你知道怎麼教書啊 輪到那個議員 在你那邊指著鼻子講嗎 太沒骨氣了 看起來就像沒有專業的 這是我心中講的對不對 我吃人家一頓嘛 還是得講好聽的話 我有時候也是很沒原則的 好 大家愛情就放任嗎 你們大部分都是啊 大部分都是啊 那放任就會有嗎 會有我的課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了 會有的課不會有那麼多人看了 另外師生戀了 到底是性騷擾還是性侵害 這個真的要看個案而定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們法律上沒有特別的規定 那所謂的道德自律 那真的是看個人 那這個這種民主社會 這個道德自律的意義非常廣泛 那通常法律的人會說 學校有特別的權利義務關係 特別權利義務關係 就是說我們有潛藏性的這種權利關係 譬如說我們可以你的成績 理論上應該根據你的學業表現 根據你或者根據我在課程大綱中間 說的方式來評分 而不應該根據其他的因素 特別不應該根據我喜不喜歡你 你是不是我認識人的小孩 或者其他的什麼你有沒有跟我上過床 有沒有牽過你小手 特別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是不是這樣 你怎麼知道 我以前擔任那個信評會的時候 剛開始問題非常的多 有人都說 你幹嘛到處去宣揚啊 你一宣揚問題就來了 你不講大家就悶著了 我說可是 我們信評會不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有這個單位嗎 然後讓大家知道 你有不平的事情來嗎 所以來了什麼樣的問題呢 來了這樣的問題 說老師啊 我上某某老師的課 這老師已經退休了 其實在他之前 我就知道這個故事 他說那個課呢 很不公平啊 那老師評分啊 做第一排穿細肩帶女生 一律90分起跳 我說哇 因為我跟那個男的很熟 我就說同學 我覺得我們要證明這個事情 就一個辦法 就你也穿細肩帶上課 然後看看會不會90分起跳 做第一排 他說這樣我們那個排除 我們就研究法 排除相關因素 那麼那個不相關因素 就是他 就是決定因素 懂嗎 研究研究法學過這個東西 所以你做第一排 排除了第一排的問題 你穿細肩帶 排除細肩帶問題 剩下的就是你是男的 他是女的 那學生哭笑不得 說老師你是開玩笑的 我說其實也是 但是要測驗你研究法 身邊教你一下研究法這樣 我說這很難判定耶 一個老師給人家分數高 那些人剛好做第一排 我說根據我的教育經驗 先不管 先不管細肩帶與否 我們先把細肩帶與意見 通常做第一排學生 是比較認真的學生 他願意聽 願意學 所以做第一排 特別是做這個位置 我發現我多年來教書 沒有人做這個位置 是什麼原因呢 我就不好講了 我自己反省過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呢 我們班的第一名書院長 永遠做這個 然後這邊全部被包場 你知道嗎 我們那根本就是 左外野那樣 沒有人要去的地方 全部被包場 然後我的課竟然全部空的 你看 這什麼話呢 這是 將來一定有人 從那學生上課的分布 來測量這門課的受歡迎程度 我的課可能可以當例子這樣 好啦 特別全力無關 所以你要怎麼樣證明呢 真的有點困難 真的有點困難 那還好我們的文化裡面 沒有強調送老師禮物 美國小學生 要帶一個蘋果送給老師 然後老師把蘋果擺在書桌上 以前我很喜歡吃蘋果的時候 也有學生送我蘋果這樣 我就好高興這樣 我上課來 然後我是用美國式做法這樣 就拿了蘋果 咬咬了一口這樣 謝謝同學 也不知道誰送的 也不知道是毒蘋果 也不知道是白雪公主她媽放的 都不知道 反正就吃了 很高興這樣 那有人就不太高興了 說老師 我說可是我也沒問 誰送的蘋果啊 加分啊 我沒有啊 然後通常那個送蘋果人 也不會有人 也不會有人在那邊寫說 老師我的名字是誰誰誰 沒有啊 人家就是送蘋果給老師 老師就吃了 對不對 或者是隔夜的 我也不知道 其實放在那兒 我就拿來吃了 那有可能 好另外呢 不平等的權利 跟愛情的糾葛 你不知道到底 談戀愛是志願的 還是曖昧的 你不知道談戀愛的 對你 對老師有好感 是因為他仰慕你 還是真的愛你 就像偶像明星一樣 你們去參加偶像歌手的那個 會要求他跟對方說我愛你 你愛他是你單向的 對他的歌曲的了解等等 你會愛他 但他根本就不認識你 他怎麼可能愛你回來呢 他可能愛空氣 因為空氣是他的生命中 重要的東西 他怎麼會愛你回來 他完全不知道你是誰 他搖著螢光棒 然後寫個那樣的心 然後畫一個心 然後心就是我愛你這樣 然後我老是搖鬼明星 我當然也這樣 我也愛你們 你們是最棒的 真的是 希望我在退休以前 能辦一場演唱會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我那動作做起來 應該很酷這樣 自由意志有無 我覺得一群人發瘋這樣 他當然愛你啦 你花三千塊的門票 然後他那今年的年終就多少錢 他不愛你才怪呢 你給我那個錢我也愛你啊 我愛免費提供螢光棒可以嗎 你們這樣還那樣覺得 哇好高興喔 終於聽到他唱歌了 他看了我了耶 原來花三千塊可以造成這個效果 我也許借一台大 以後那個學費才抵心智 各位開學 學費很簡單一千塊就行 然後單向遊樂設施另外付費 然後每個老師就來上課就掛牌這樣 今天愛心社會學 三千五一堂課 為什麼 因為就準備的特別好 一看沒人 把那一個零劃掉三百五一堂課 再看沒人寫個負的 你來我付你三百五 對不對 都隨機調整嗎 到時候你上台大 來台大上課就還可以賺錢了 專門選那個沒人上的課對不對 老師聽說你這堂是三百五啊 給我三百五 他說對啊你就進來做嘛對不對 然後出去就有飯吃了嘛 我覺得應該採取這種制度 這樣老師就會好好教書 學生就會好好聽課對不對 這是一個不錯的制度 好 那接下來老師適用什麼規則 你看我們當老師沒有什麼規定耶 我們的聘書只有寫說什麼 你要符合聘書的義務 聘書也沒規定我們什麼東西 要交八到十個學分 好你看這邊有特別講得很清楚的 授課內容清楚表達 你不要當做教學評鑑來做 說孫老師九分 不要這樣 建設性的批評學生的作業 我們現在作業我以前都非常建設性 結果發現學生都不看評語 我寫了半死你知道嗎 都不看 然後呢放在學生 在我的辦公室後沒有人來拿 最後就是那個收垃圾的先生就收去了這樣 我就後來很生氣 我就從來都不寫評語 為什麼不寫評語 寫了也不會看 我就每次發回去做一個總評 基本上你寫這個 譬如說這個讀書心得有這個問題 然後你假如是集體作業 我會建議你有這個問題 方法研究方法問題我不教 因為那是別的課的事情 如果你需要進一步的那個答案 那你再帶著你的作業來 我再跟你細談 如果你不要就算了 所以我現在的做法是這樣 好 所以建設性批評同學的作業 我的美國老師改作業頂多就畫幾個小線 然後寫Good Excellent 就已經不得了了這樣 台灣很多老師會 也會做同樣的事情 第三對學生一視同仁 這個看起來很容易 只要我們戴下眼鏡 你們對我們來講都一樣 因為都看不清楚 誰做哪都看不太清楚 一視同仁 本來真的一視同仁很難 有些學生跟你聊過天 你認識他 有些學生跟你吃個飯 你認識他 有些學生你就覺得特別有緣 你認識他 我以前還有一個學生 他長得跟我記憶中的 小時候喜歡的一個女生 我記憶中一模一樣 我每次都不敢看他這樣 我就看他就好像回到時光隧道你知道嗎 就穿越了這樣 本工 很可怕的 好 認真批改學生作業 那什麼叫認真 有一次人家又說 老師你認真的改我的作業 我這不就是老師的責任嗎 很多作業我們交上去 就沒有見到他回來了 我說你們老師拿他幹嘛呢 以前我老師拿他包燒餅油條啊 我跟你講過這個故事 我老師在鎮上是賣燒餅油條的他們家 所以我們的成績全鎮人都知道 因為買燒餅油條 你就看他包的那個 你們現在當然講究衛生 不會拿這個來包了 第五呢 細心準備授課內容 照這個標準 我一輩子不可能低於平均數以下 一輩子不可能 因為我的這個講義全部是我自己弄的啊 錯字都我打的 這要比起那種什麼 印什麼讀本的老師 那讀本老師做了什麼呢 他就印個讀本嗎 不就像你去吃那個火鍋嗎 廚師在哪兒 沒有廚師嘛 就洗菜的人跟那個切肉的人嘛 那就端出來的人嘛 就這一個人嘛 廚師做了什麼 哎呀他手藝真好 那是你的手藝啊 壽司也是 壽司是不是在那裡 然後就只會講那幾句話 他做了什麼呢 就手就一直這樣 強迫症 那肉好吃也不是他補的魚啊 切得好 那是因為這種魚新鮮啊 切得再爛會爛到什麼地步呢 所以到底壽司師傅做了什麼呢 我最不凡的是吃火鍋 你們應該知道 所以要跟老師吃飯 千萬別吃火鍋 我會批評到不行 而且老師很急 常常會燙到嘴 還沒熟就拿出來吃了這樣 最近改善很多 因為學生覺得要訓練老師吃火鍋 所以我最近火鍋吃得比較好 不過還是吃了一肚子火 我每次進去都說 廚師幹了什麼 我還是來這套這樣 學生都覺得 不要跟老師做同一桌 他是拼桌的這樣 每天廚師拿大刀殺出來的時候 我幫你們當肉燉 好然後呢 準備授課內容 有的老師拿課本 那哪有準備啊 那課本都別人幫他寫的 你們還花了幾千塊錢買一支外文書 那你們還買得很高興 我的講義子印得不夠漂亮 沒有裝訂 不然的話應該賣你們很多錢 然後呢 能夠清楚地解答學生的疑惑 還有人解答皮膚還清楚的嗎 你們的疑惑寫下來 我就這樣回答 在那一堂課時間呢 好 講完我就覺得好像自己 無限的上綱對不對 好吧 謙虛一點 必要時適當的管教學生 我有打你們嗎 沒有嘛 真的 管教 我們談完就這意思 保守秘密 這有啊 不過呢 常常有學生跟我說 這過去 跟我講完一個秘密 然後這個第二禮拜上課 就發現他的秘密爆發出來 他就跑來跟我說 老師你答應不講我的故事嗎 我說我沒講你的故事 剛剛那就是我的故事啊 我說那只是剛好相同嘛 那又有那種自動來爆料 下課跑來說 周老師 你剛剛講的其實就是我的故事 關我什麼事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我就跟同學講 你講的故事 我真的替你保密 第一個我講出人民來嗎 沒有嘛 對不對 那希望你 別人跟你一樣 不要犯同樣的思想的 或行為上的錯誤嘛 就這麼簡單嘛 我不講人民嘛 對不對 我只有講自己故事的時候 講的那樣子 其他的我都不太願意 那個 因為這牽涉到另外一個人 第九尊重學生隱私 我現在這個你看不出來 我以前那個愛情事件簿 我自己一個人看啊 連家都不敢帶回去 帶回去我怕我太太看啊 我怕我的貓看啊 我怕我的狗殺尿啊 這都是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尊重隱私我都有啊 第十 空出時間給學生我也有啊 為什麼我都講我也有 好像我在檢查什麼 對不起喔不要這樣講 要空出時間給學生 十一必要時候 容忍學生無知的時刻 我們台灣的學生最謙虛的話說 老師我一個很笨的問題喔 不知道該問不該問 我在美國念書 沒有一個老師 沒有一個學生說自己的問題是笨 笨跟問題不連在一塊兒 所有的問題都不笨 只要你敢問那就是問題 老師一定要回答 我自己 寄到今天為止的一個笨問題這樣 我們在統計的同學 紐澤西當時 紐澤西教育局官員來修我們的課 他一個人站第一排 我們的桌子是連著的 他把所有的課本攀出來 我們沒有人敢做第一排 因為第一排他做的 這我們所有東方人都知道 美國的數據好一點也知道 然後就 這樣對不對 應該沒錯 老師已經 然後老師就這樣寫 倒公式 那時候還有倒公式 現在不用 那官員就這樣 就這樣非常dramatic 然後我頭就往後一倒 我們都以為他死了 沒有 然後他就講了很大的一聲 What's happening? 有沒有搞醜 換廣東話大概這樣 有沒有搞醜 然後老師說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怎麼會變這樣 老師就非常nice的 老師沒有罵出去說 你還扭著這句官員 我們美國教育就輸在你這種人頭上 沒有我們台灣老師大概就罵出來 大概會覺得很公平對不對 沒有老師就說 X加Y的平方 用英文講 就等於在X加Y乘X加Y 然後這個乘這個 然後就開始講那個 講完他說 喔 那一刻我就覺得 美國國力應該衰弱到這個地步 連這個都不知道 結果呢 這個官員在期末考的時候 成績跟我一樣高 同學不要自己贏在起跑點上 我當時知道有什麼用 他當時不知道有什麼好笑的 最後他知道 因為他問 因為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問題是笨問題 我不知道我就問 我問了我就會懂 然後下課的時候我就跟你一樣 哪像我們在台灣 你不知道你就不敢問 不敢問你到下課你還是不懂 然後你懂了你就懂了 你不懂了你還是不懂 上了課有什麼用 沒有 這就是台灣國力會失敗的原因 剛開始我就認為 美國真的沒什麼好學的 我後來發現 美國人就是因為每一步走得很踏實 所以他花三年時間 跟你花三年時間 他學到的東西比你還多 這就是美國人強盛的道理 他敢承認自己的無知 因為現在承認無知 下一步他就懂了 我們不敢承認自己的無知 所以下一步我們還無知 那下兩步還無知 下三步還無知 我們就無知一輩子下去 這個例子我記到今天 我到美國去沒學到太多道理 我學到的全部都是怎麼樣 老老實實 扎扎實實做學問 你不懂的沒關係 你問下一步你就懂了 可是我回來看到學生的反應 看到老師的反應都還是那種 這問題你也問 所以我成立一個問題箱 我有沒有回答過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說你們這個笨問題 沒有 我們如果要進步 我們全部人都不應該相信有任何笨問題 有問題你就問 老師答案你就不滿意 你就再去思考另外一個答案 這樣子才會進步 如果這問題箱不會滿 我們就不會進步 因為我們沒有在思考問題 這是我到美國學的另外一件事 我的統計呢 來 教你們一個 multiple choice 老師出了一題叫multiple choice 好 我跟韓國同學 這時候中韓議題啊 我跟韓國同學全部都當成副選題來選 老師就說 改完卷子發現 我們的那一屆是聯合國啊 以色列來的 東歐來的 意大利來的 西班牙來的 然後意大利跟東歐來的 那個兩個是共產黨 是共產黨 我們很難得跟共產黨一起上課 上統計 結果發現共產黨也蠻可愛的 只要不談政治大家都很可愛 然後呢全部人都答對 只有我跟韓國同學答錯了 我們都答兩個以上答案 老師把我們兩個叫去 所以說你們知不知道 什麼叫multiple choice 然後我們就讓溫蘇先回答 溫蘇是女的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畢業 溫就說multiple choice more than one choices How about you Mr. Sun Yes Same 他說 蛤 有這種是 是啊 就是答案有好多個啊 multiple choice啊 就老師說 你是韓國人 對 你台灣來的 對 你們都這樣想 對 因為我們國家有這樣的事情 老師不敢相信 我說那老師那是怎樣 老師multiple choice是 因為答案有1到5嗎 這是multiple choice 可是只有one correct answer How could it be many correct answers 我們老師還沒到台灣來補習班走一趟 他馬上瘋掉 蛤 答案有ABC ABC豬 你瘋掉嗎 我第一次聽到豬的時候我都快瘋掉了 我說那是什麼東西 結果我快發現 OK 所以multiple choice老師說 真的有這種事 對 我的這個中華民國的考試製作 還讓外國人驚訝的是倒扣 各位還有倒扣知道嗎 交換生有倒扣嗎 沒有香港沒有 大陸有倒扣嗎 也沒有 你看台灣偉大吧 獨特啊 倒扣就是你錯這一題 不僅是扣5分 還要再加5分 就像賭博嗎 你是 我們好像都沒有賭場 怎麼會有這種倒扣的概念 結果我就講倒扣講給美國人聽 美國人完全聽不懂 加拿大也沒有嘛對不對 沒有嘛對不對 沒有啊 沒有倒扣啊 你要怎麼跟他解釋倒扣 到最後你的成績是負的 人家都只有絕對值的概念 我們沒有 這倒扣 德育分數 這都是外國教育制度 大獲不解的事情 我們都 這是期望值的概念 對不起 期望值的概念 謝謝你 然後那個他不會 就是說他就是 那一題扣到分數沒有負的 不會有負的 不會有負的 所以你雖然答對了 你還可能零分 這要避免你猜對 所以他把它避免你猜 這避免你猜 那為什麼其他國家 沒有避免你猜呢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不是相信有時候猜的是有用的 這怎麼是相信人 你認為那些國家沒有倒扣 國家的人都不會就不寫嗎 就不會轉筆嗎 你們還在轉筆啊 磕在那個原子筆上 考國文的時候可以背一下 出師表啊 我說他可以到故宮去 當那個師傅了對不對 一粒米上磕個什麼東西 他乾脆叫了一個什麼 那個摩斯漢堡 然後每一粒米都磕上一篇文章 他們國文就那個 你不覺得這裡面很有趣嗎 你看 你說猜是什麼不對的事情 要防止猜 所以倒扣謝謝你的更正 這個我終於多年來 難怪我說怎麼沒有人是負的分數這樣 原來是這樣 好那你看猜是什麼 人家國外照樣猜啊 為什麼不懲罰 然後我們猜要懲罰 那你覺得猜要懲罰 就有人不猜了嗎 還連鎖題來這套 就叫連做法你知道嗎 就有罪全部人都把殺 就類似的邏輯 很可怕的 各位不要以為數學是數學 數學基本上就是社會的反應啊 為什麼不能猜呢 為什麼不能靠運氣呢 人生有的時候就是靠運氣的 你怎麼知道那傳難的時候 是你跟誰掉在船上呢 對不起啊又回到那個故事了 看一個電影可以講一輩子 這真的太可怕了 然後這感謝李安這樣 好啦那那個譬如說 你永遠學生無知的時刻 其實沒有什麼無知的時刻 學生只有不學而已啊 不學是比較麻煩的 他願意問那就可以 所以常常有時候 我們會覺得美國學生啊 都不看書 然後就在那邊提問題 提問題提問題 然後就把時間給消磨過去 這是你沒看到他提問題的精神 因為他真的要看書 他可以回家看 那我們台灣呢都希望 學生都期待 老師在上課就把書類整理得非常好 什麼都五點六點 然後考試從那裡出來 你就覺得這是學問 這不是學問 這是考試 所以你的學問是什麼 考試是什麼 你都搞不清楚 我們這種文化 大概因為考試考了一千年 所以對於考試了解比較多 對於學問了解比較少 大家寧可去追求那種確定的東西 而不想這確定的東西 將來會不會改變 會不會錯誤 我念書的時候 最小的單位是什麼 最小的例子是什麼 原子啊 你們現在是什麼 跨課是念書 那等你當老師的時候 你又知道最小的東西是什麼課 你知道 那你去背這個有太大意義嗎 顯示你的時代而已啊 真的啊 這種會進步的學問 只顯示你是哪一代人啊 就像那個什麼碳十二定位啊 考古年代啊 靠這個什麼半生期啊 知道你是哪一個 你知道這個蟲活了多久 這個人死了多久 就靠你這個定位 同學你認為最小的原子是多少 認為最小的是 例子叫原子的請站這邊 這幾十世代的人 然後跨課的人 就你們這一代人 然後下一個什麼課的人 就是另外一代的人 你認為到你們這裡 人生之類知識 已經到了頂了嗎 就跨課了嗎 就跨在別的嗎 我當時就這樣想的啊 我們老說你看以前認為太陽 地球是中心 然後太陽圍著繞 那是三百年件事情 那現在我們知道的不是這樣 然後又怎樣呢 然後誰又圍著誰繞呢 將來我們太陽系又圍著誰繞呢 還誰圍著我們太陽系繞呢 這你到現在都沒有人講啊 將來是不是這樣就不知道了 好 那個合理的關心學生的個人問題 現在的學校很難啊 因為現在的學校 因為老師要特別的強化他的研究跟教學 所以大概花的學生時間很少 學生也很少主動找老師的 我們的導師制呢 原來是要做這個的 原因非常好 但是呢像我是我們系裡面 有一個四年級單號還雙號的導師 但是那些學生我都沒上過課 上過我課的學生我也不認得 從來沒跟我講過話 這四五年來我大概不認識 任何社會系的學生跟我講過話的 吃過飯的 吃過飯的有的我也不認得 所以我現在都不教社會系的課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社會系的老師 因為我不受社會系學生歡迎 以前社會系學生跟我很熟很熟 可能年紀的關係 所以我願意跟那種 願意找我的人聊天講話 我不願意是因為我是社會系老師 所以我跟社會系的人講話 我不願意這樣 你是社會人士 有興趣我都願意跟你講話 我可以學到東西 人家喜歡我我也喜歡人家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所以合理關心學生問題 學生不來找老師 老師怎麼辦呢 有的老師會追學生 譬如說你這報告沒教 他找助理一直追你一直追 我從來不追的 從來不追的 你有成績有問題你來找我 你找我我們來解決 那你不來找我 那就假定沒有問題 交談時看著學生的眼睛 這我會 這我會 以前不會 學生在場注意自己的言辭 不要跟學生從事性活動 這句話應該貼在某些人的研究室啊 我有時候在想 我要不要留一個匿名信在 那些人的那個 有一次啊 我也是碰到這個問題 就有一個學生被老師騷擾 他問我說老師我可以怎麼辦 不犯法這樣 我說你可以告他 他說我不想告他 我想警告他 比告他還多一點叫警告他 我就很認真想知道嗎 我想出一個辦法 但是你不要亂用 我問過念法律的人 他說有風險 但是至少我講出來的樣子 還不像犯法 就這樣講好 這樣講好 我不是鼓勵大家犯法 有人被老師騷擾了 譬如說做實驗的時候 或者你進去老師研究室 只有你跟老師 然後老師上下起手亂摸你 特別你同學 很多人覺得很瘦弱 那怎麼辦 我哪有摸你 幹嘛 你還把那衣服拿去做什麼 DNA檢定說上面有你的 沒有人這樣做 在台大不會有人這樣做 雖然我一直認為 應該有人這樣做 我一次就威脅一個人說 你在撒謊 我就把那衣服拿去做分子檢定 我就想我看CSI的 然後糊弄他一下 他說真的嗎 我說你不小心你試試看 你就老師給我招了吧 他就招了 我就不用拿去做什麼檢定 好 那那個他就被老師騷擾了 然後就很難過 騷擾老師摸一下 自己不知道有什麼爽子 真的不知道 他就跟女學生說 我摸你一下你會死喔 女學生非常難過 我說你別難過了 他不摸你一下他真的會死啊 你被摸會不會死 這個很明顯 但他不摸他會死 老師我可以跟他講說 那你不摸你會死嗎 我說你心裡可以講啊 我說你先講了他 他不承認你摸啊 好啦 那重點不是這個 老師那我怎麼警告他 他男朋友在旁邊 他說我可不可以寫個匿名信 我說你不應該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好像我在教你如何報復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在那位置上了 所以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我說你大概可以做的事情 就打電話給那個老師 然後exactly講下面的話 不要有任何那個 就說幾月 民國幾年幾月幾號 什麼時間 時間地點講清楚 在哪裡 你對誰誰誰做的事情 我知道 就掛電話 你不要威脅他 你們說你給我個好看 那就威脅 語氣要非常平緩懂嗎 要非常非常平緩 這個事情我知道 你知道啊 你是告訴他你知道而已 你有威脅他沒有嗎 你知道嗎對不對 那你知道以後你要幹嘛 你也沒講嗎 你有威脅他沒有啊 所以我把這個問過法律系老師 法律系老師說 語氣如果有錄音是很平和的這樣 幾年幾月幾號 幾禮拜幾下午在哪裡 你對誰誰做的事情 你也沒講什麼事啊 你誰做的事情我知道啊 你掛掉這樣 這樣聽說就可以 不過我不知道 你萬一犯了罪自己負責 我後來那個男朋友說 老師這樣講 我覺得還是很不爽這樣 我就想看他 不過我得打他一頓 我說那你就犯法啦 現在人最笨的 就是拿另外一個犯法去 原來你是好人 原來你做的事情是對的 但你後來的行為做錯了 人家就把你後來那個行為 拿來當成你前面不正義的表現 現在的人都笨到這地步 你都不會說 他打我一拳我不回首嗎 這樣你永遠是錯的 我永遠是對的 你打我一拳 他打我一拳我打回去 這就沒有是非了 這很簡單的道理 現在社會上每次發生的事情 都是這種搞不清楚的道理 因為他要逼你打回那一拳 這樣他就沒問題了 然後他就可以一直說 他也打我啊 他也打我啊 你有不打他 有啊 如果你不打他呢 他能講什麼 他沒打我 他沒打我 我跟你講有時候 這種事情真的讓人很生氣的 你覺得為什麼就是 就是好人被欺負 然後那些壞人就可以這樣 那些殺老人的人到底是為什麼 心裡有病 你又治不了他 最麻煩的是 有一天我跟學生聊天到 那我的當時的職責是 我不能講出名字跟院系 他說老師 你講的是不是某個院的那個 他就講某個院 我說我不能說 老師你不能說 你可以寫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寫在手掌心 然後到時候翻開這樣 一二三翻開這樣 看是哪一個院的好不好 我說好啊 我一講完我就反悔了 我想靠 我有職責在身 我不能做這事 結果他就寫了 然後我就沒寫 然後他說好 一二三 我就講 他老師你沒寫 我說對但你寫了 他我只能告訴你 不是那個學院 可是最悲哀的故事就是 那就有至少兩批狼 我知道的那個 跟他寫出來的那個 那時候我都沒辦法好好做學問 我覺得對我認識的台大的老師 是一大考驗 有些人我還認識 好 接下來 15 16 不要指下命令而不加解釋 不要向學生尋求物質援助 稱呼學生的名字 這是外國做法 我們現在慢慢也學著外國人做法 會叫你的名字 不過我們在美國念研究所的時候 老師都不叫我們的名字啊 老師叫我們這種外國人都叫 Mr.誰 都不會叫你的名字 因為我們的名字很難唸啊 對外國人來講非常難唸啊 你只要叫Frank那就很好唸啊 那我們的名字都怪力怪氣的 對老師來講是一大困擾在那時候 19 展現情緒支持 20 不要跟學生討論個人財務問題 這美國人最忌諱的就是錢的問題 你在美國公司做事有一個條禁忌 不能討論薪水 你賺多少錢 這事情在美國人是不能談的 在台灣我剛回來教書 我所有親戚都知道我賺多少錢 我連自己都忘了 他說你回來賺多少錢 我說我不知道 他4萬有吧 他哪4萬 應該有4萬5吧 就開始替我調價錢這樣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扣腳平單交多少稅 小生中回推的方法 推出我賺多少錢這樣 好厲害 然後第21 老師應該盡可能呈現自己的積極面 這是他調查了這個受訪者 對於老師該做什麼看法 那我們下一堂課講對學生 好接下來剛剛講完老師的部分 這下你們可以自己對號入座了這樣 好當學生的規則呢 提出自己的意見並未知辯護 我很少聽到台灣的學生提出自己的意見 更少為自己辯護 大概只有那個學運的學生會 其他的大概都不會 還有那個也差不多高學費的 要抗議高學費的學生也跟我談論過這樣 二可能的話這話打錯了 自動自發 我自己當學生是一個自動自發的人 所以我教學生都期待你們也都是自動自發的人 所以才不會規定這個也不會規定那個 第三接受建設性的批評 第四不清楚的時候應立即發問 我們在台灣其實也不是只有台灣 從孔子時代以來 學生聽不清楚的第一個要問的都問學長 很少人直接問老師都問學長 那學長如果聽清楚了你問他你還真的得到答案 如果學長也聽不清楚呢 那你不就猜嗎 這個我教學的時候有一個非常慘痛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是閱讀原點的 就直接看書的不是道聽途說的 所以一回來教書呢我教社會學理論 那教理論這種東西呢 常常就有些人講法是不一樣的 我就上課的時候千交代萬交代說各位同學 你們用的那幾本參考書裡面講的全部都錯了 老師講的才是對的 我就講講 那期末考呢我就想測驗一下 有多少人聽到我講這個 那沒有聽到就是沒來的人嘛對不對 這個當老師第一年還有點耍詐 就這樣考試 考完的結果呢 我那時候是只有那個就是你們一般的那書面考試 我後來才改成現在這樣 非常訝異的發現沒有一個人答對 明明那天有很多人在場啊 我第一年會教書的時候 敲課率很低的啊 我就很奇怪啊 然後我就抓了一兩個看起來比較不怕我的人 就來問我 同學來一下 怎麼大家這題都錯呢 有一個人就很孽如的這樣 看看對方 然後對方也看看他 然後覺得不知道要不要講 我想這裡面一定是有一個大陰謀在那 根據我當學生的經驗 果然就有一個學生說你講啦 不要啦你講啦 每次我都經過這一段 最後終於有一個人講了 講了他就說 老師其實我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就發現了這個問題 你講的跟我們課本講的不一樣 我說哦發現了很好啊 那你們決定什麼 我們決定大家都知道課本 看老師你會怎樣 我說你們真的就這樣決定 他說對啊 大家疑慮啊 這樣就可以看錯老師的那個 我說你們都這樣做 他說對啊 他說以前沒有老師會說課本錯啊 大學老師 老師知道課本教嗎 那外國人寫的課本會錯嗎 這很奇怪的邏輯 會錯跟外國人 我本個人沒有任何關係 會錯就是會錯 這很簡單的邏輯 這還要這樣 結果說那我講的你們有沒有聽到 他說有 很多人還說老師是這樣講的 老師不是外國人 他沒寫課本 他怎麼能夠壓過課本的權威 我們要相信權威 書上講的是對的 你們都沒念過孟子吧 進行書不如無書啊 你們這些人上課都做夢了 另外一個夢子 結果就這樣 他老師那你會讓我們過吧 我為什麼會讓你們過 你們全都錯了 你們還讓我過 然後你們還決意要不聽老師的 那我上課幹什麼啊 我就罰標了你知道嗎 然後標完了他就說 老師那你還是會讓我們過對不對 因為我們全都錯啊 我說全都錯就全部都不過 他老師哪有這種道理 我說天啊 這還有投票的嗎 分數靠投票的嗎 我們來決定這題的答案 這題答案是什麼 決定老師是錯的請舉手 我說你要這樣子搞嗎 我說我教書教了一學期 你沒有學到嗎 對錯跟你 跟多少人相信是沒有關係的 學生好不滿意你知道嗎 那還好那時候沒有教學評鑑 不然的話我大概第一年就被踢出去了 講完那麼多道理 學生還是不相信我講的 你不覺得教學很挫折嗎 後來學到說 哎呀先知都是寂寞的 後來就覺得哎呀很釋然 我以前後來教聖哲社會學 所有的聖哲在那個時代都是被看不起的 就是他神經病瘋子 本人很榮幸的被認為是這個時代的瘋子神經病 太好了 而且這個能放到久遠 你知道嗎 你相信在2002年的時候 本課程100週年紀念的時候 2212年不是2002 2212年的時候這片在放的時候 他們終於承認了一個先知這樣 好了接下來 5準備好指定的作業 6按時交作業 7對老師有禮貌 這個部分我倒覺得現在同學都不錯 大家下課還有人跟我說老師再見 這樣我當然就跟你說再見 有人當然就走了 有人一直說再見 然後我就一直再見 所以我也覺得很有意思 尤其大一的 都禮貌到不行 老師再見 然後那兩個人走了 就兩聲老師再見 有人再見完還老是白 再見還在白 然後在那 那我們再見得完嗎 我 就像你跟人家通信一樣 謝謝你的回信 不客氣 那謝謝 不客氣 你什麼時候停呢 我的很大的困擾 我說我什麼時候停啊 這樣子 我這個人有時候真的想太多 每次人家說 好老師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我想我是不是該回個信寫好 不然他會不會覺得我沒收到信 我就是忽然間自己就想很多 有時候我就會很無聊的 好 然後他說那就這樣約定喔 OK 什麼時候停啊 好吧 這是一個 對我來講是個難題 因為我覺得我也很愛禮貌 那有的人也很 比我還更愛禮貌 那我們那個帽子就丟來丟去這樣 那我們就一直寫 那是什麼時候停 好第三 第八 尊重老師的隱私 很多人最喜歡知道就是老師的隱私 對不對 因為老師道往而然 一定有不可告人之處 或者一定有的很搞笑之處 我這個老師愛講話 把自己的隱私都講給你聽了對不對 哪有老師把自己的那個求學過程 不堪的過程講給你聽的 我有啊 我為什麼講給你聽呢 以前就有人說老師 我聽到的都是老師在美國念書多厲害多厲害多厲害 只有你講自己多不厲害多不厲害多不厲害 我說他真的很厲害因為我不厲害啊 我在美國受到挫折很多啊 我覺得為什麼我受到挫折都不在台大受到呢 我在台大受到更多挫折我出國念書 大概就學到更多的東西 我說我是這樣看的 好不要洩漏秘密 服從老師指導 交談時看著老師的眼睛 這跟前面一樣 然後跟老師分享成功的消息 不要對老師唯唯諾諾 不要與老師從事性活動 你又來了 學老師在場的時候注意自己的言辭 很多學生有時候我愛開學生玩笑 最常見的一個就是我去演講 我通常要求對方聽眾問我三個有關我個人的問題 哇有的聽眾就很高興要去學生 那個當老跟老師演講或跟成人演講 有時候會他們覺得尷尬一點 因為沒有人沒有演講者要求你問他三個有關他的問題 所以很多那種成人的他都不太會問 學生最喜歡問 其中有人就會問 這就是陷阱 就說 請問你跟你老婆怎麼認識的 這個講過吧 這沒講過啊 這我的一個標準笑話 你問老婆怎麼認識 我說同學 我跟你不熟 你不能說我老婆 要說你師母 再講一遍 請問你跟你師母怎麼認識的 我說我跟我師母不認識 我跟你師母認識 就講 這很好笑耶 同學要注意禮貌 結果那同學太禮貌了結果就是 結果有一次碰到一個學生非常厲害 他說那請問你跟師母怎麼認識 我說同學你一定要這樣回答 這樣我那梗就不見了 我說你可不可以重新再講一遍講錯的 他說他也知道我的意思 那請問你跟你師母怎麼認識 我說謝謝你 我說我跟你師母不認識 不是我跟我自己 這種東西要現場比較好 講兩遍就不行了 好這是我的錯 My bad 接下來是愛情跟工作 好像很多人覺得大學談不戀愛沒關係啊 找到工作以後工程名就事業有基礎了 再談戀愛這樣是比較穩健的 這又不是投資股票 這跟穩健有什麼關係 人生談戀愛沒有穩健不穩健的問題 你碰到的人你會不會跟他穩健你也不知道 你喜歡他這事情已經很難得了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大概不止兩次 這樣講可以嗎 不止兩次 人生會碰到幾個你自己喜歡的人 不多的啊 多互哉不多也 所以碰到了不要放棄啊 那愛情大學碰不到到工作比較容易嗎 工作不容易 你大概碰到的大概介紹的比較容易 如果你在大學沒有自己的愛情的話 各位是不是有交一個報告 是有關爸媽怎麼戀愛怎麼結婚的 對 我大概下禮拜以後會比較空會看那個報告 我會把大致結果講給你聽 過去的啊 勞工階級的家庭的人 大概父母親都是透過介紹的 勞工階級的那個少數是在工廠交換 這個這叫什麼聯誼的時候 那時候玩什麼交換鑰匙遊戲 然後就是有摩托車的人把鑰匙全部丟出來 然後那個女生呢就去拿那個鑰匙 你拿到就坐誰的車這樣 那有人爸媽就這樣認識 那有人的爸媽是認識 坐另外一個車的人 你知道嗎不是坐你背後的 那個我的我特別注意這種故事 相親裡面呢你去相親 結果你喜歡的是一起去相親的另外一個人 這種故事非常的尷尬 我就碰到一個人一個親戚 我說你們兩個怎麼認識 他說那時候要相親他的好朋友 這男的跟我說 他的好朋友要去相親就把他逮去 我說為什麼抓你去 他說大家看我老實不可能有害 然後呢那個女生呢就是我們的親戚 一眼就看上了這個老實無害的人 然後就沒看上這個要相親的人 因為相親的人看起來太精明了 所以他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我說那你們兩個在一起 有沒有跟他說他沒有 他說那個人可能到現在為止 都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跟他在一起 他覺得自己條件很好啊 人生太多奇妙的事情 故事聽越多 你都不知道該怎麼想 好那這個工作夥伴的規則呢 是接受個人應該負擔的合理的工作量 這個在現在台灣大概很難 什麼叫合理工作量 那天有一個電子教父他說 我覺得呢我們的工人不應該做超過 他講多少 50小時工作每一周是不是 50小時一天工作5天的話 50小時多少 一天10個小時 工作6天一天8個小時多 這都違反 然後他還講說我希望我的員工不要這樣 你不是可以決定的嗎 我覺得這個人在裝校圍嗎 難道你的工作時間是別人決定的啊 你工作 你就不能讓他回到正常人 該要時間三八制啊 各位知道嗎 在19世紀的時候工作12小時 很多人認為是正常的 後來馬克思這些人 不只有他還有別人覺得這不公平 所以就提倡三八制 休息八小時 睡覺八小時 工作八小時 那時候一個禮拜工作六天 那後來說週休二日 週休二日很多老闆反對 所以因為這樣工作時數太少 拿錢那麼多工作時數太少 就說那彈性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好歹一天也八小時 五天就40小時 40小時 40小時是一個合理的工作量 現在哪有人做40小時 他現在為了趴為了符合法令 所以他就工資叫什麼責任制 就你做完你就可以休息 那你永遠不可能在四個十個小時內做完 那政府有管理嗎 沒有 沒有他商人自己那個 資本主義的國家或資本主義制度 一定是幫著老闆那個嘛 他的邏輯很簡單嘛 老闆賺了錢大家才能賺錢嘛 沒老闆大家都失業嘛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官跟商的一致的想法 不是沒道理 但是不能夠更合理一點嗎 確實老闆一關廠那這工廠勞工全部就失業嘛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這大家都知道 但你不能合理一點嗎 在這種制度沒有十全十美制度 那共產黨不管是那時候蘇聯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其他各個共產黨都玩過這種 人民公社啊這種都一律平等 那一律平等什麼樣都玩過 玩了半天資本主義或者修正過資本主義 顯然是比較 比較還可以接受 那現在這個台灣不是完美制度 希望能夠進步到比較更好一點 歐洲的國家為什麼工資那麼高 很簡單啊 尊重人性啊 所以他的工廠就不太能發達 他就在海外設廠啊 那現在中共的那個工資也高了 那就怎麼辦 很簡單嘛你看啊 那就越南嘛 越南哪一天發了 他工資也高了嘛 那是印度嘛 孟加拉嘛 就一直往那邊去嘛 然後還有一塊大的地方 叫黑暗大陸 各位知道嗎 非洲嘛 你放心還有得剝削 如果二零一二十一月 二零一二十一月二十二號 我們都還活下來的話 非洲就慘了 最後最後就是在非洲啊 好另外呢尊重對方隱私 合理工作量 我覺得這個大概真的 所以有時候看馬克思的東西 覺得這好像在講現代嘛 然後難怪有人會說 新奴隸制度 這個當然不比舊奴隸制度 你好歹還有自由 你還有什麼獎金 還有尾牙 至少還有這些 這當然以前舊奴隸是沒有的啦 但是你總期待這個世紀的人 應該能夠多享受一點什麼 可是呢大家最怕的 我覺得工資高 你像其他歐美先進國家 工資高稅就高啊 這是將來台灣一定會走的路 你們到我這年紀 你們稅一定很高的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太太一個人賺錢 我就在學校打工 你知道我們兩個人生活要付多少的稅嗎 大概百分之二十一左右的稅 所以存不下錢來的 我們沒有那個避稅的機制 然後你知道我現在在台灣要付多少的稅嗎 因為我還養我爸媽 所以有時候在十三 有時候在二十一這樣 我現在已經賺的比我學生實在賺的多 我付的稅 跟我在美國的時候賺的一樣的稅率 這是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美國享受那麼多 我們台灣享受那麼少 可是我們台灣的健保還是不錯的 那如果真的不是會垮 那就是表示你們將來的稅一定會比我們高的 因為第一個人少的關係 我上次跟你講過 我認識的親戚的親戚在瑞典 他要念醫學院等兩年排上念醫學院 因為大家要平等 各位可以考慮去研究北歐的制度 那可能是人類的未來 然後他要看個醫生 如果知道那個保險他得等很久 那你要花錢自費就比較快 然後他的稅呢 百分之五十五 百分之五十五的稅呀 你想在台灣 搞得要死嗎 人家至少都在那邊 五十五就五十五啊 因為你最後還是可以享受到 我們台灣都覺得說我少付一點 我要享受多一點 大部分的邏輯是這樣 我甚至認為有錢人的那個財產不應該 有錢人財產在死掉的時候都應該充公 他的錢是哪賺來的 還不是靠台灣人民的土地跟血汗 對不對 那他的小孩都已經那麼有錢了 他小孩只要不是貧戶 所有財產在他死掉的時候都應該充公 台灣敢這樣做嗎 不敢這樣做就沒有選票 這樣做就罵你共產黨 共產黨也不是這樣做的 好啦算了 在我那時代被罵共產黨是很慘的事情 現在被罵共產黨不知道算不算很慘的事情 保守秘密 不喜歡對方也應該協力工作 不要向上司打小報告 稱呼同事的名字 需要的時候 印象對方尋求資源跟建議 交談的時候看著眼睛 你看像這些 對方的私生活不要追根究底 不要論多小的恩惠情力讚美 都要力求回報 不要再跟同事從日性活動 對方不在的時候要為他辯護 不要在公共場所批評對方 這是下屬 上司呢 要有效的規劃跟指派工作 很多那種惡老闆 婚禮人討厭的老闆 就是那種公私不分大小眼 那個惡老闆都是這樣 讓部署知道決策對他們的影響 很多人更不告訴你結果 他就這樣決定了 當兵的時候更明顯 那尊重部署的隱私 保守秘密 對於會影響到部署的事物 要征詢他們的意見 鼓勵部署的進步表現 給予部署建議跟鼓勵 需要的時候要為部署爭取權益 不要妒忌部署的能力 不要只下達命令而沒有解釋 只對於部署的困擾呢 要看著對方什麼 應該要體諒 要看著對方眼睛 然後不要公開批評部署 不要未經知會便拜訪部署 不要對部署管得太緊 不要對部署從事性活動 這有些後來都差不多的 那個特別是不要公開批評部署 台灣的很多老闆 好像要把那個教訓員工給別人看 當成是一件他的權力的展現 完全不知道保護當時的隱私 那個比較有制度的老闆 比較那個厲害的老闆 都是把你叫過來 在背後要罵你 罵完了讓你出去 不要給你在你的 如果你還有下屬的話 不要讓你在你的下屬面前丟臉這樣 因為你還要領導那邊的人 那這個台灣很多地方 人不了解這個 覺得說我公平啊我公正 我罵他給你看 好像罵自己的小孩一樣 就不給人家面子 你別看老外 有的人很重視這種 那個我們被認為是面子的事情 對他們來講 有時候是一個管理上的 一個需要這樣 那部署的規則我就不講了 這個大概就相對 接下來是愛情跟邻理關係 這個一部分 愛情跟邻理關係 我們在日常生活 有句話叫做 進水樓台先得月 像同班同學 如果這個定理是合的話 同學那就應該一堆班對 那應該那個禮呢 就常常每天在辦婚禮 哎呀我們現在感謝 本禮一齡的一號跟二號 這結尾親家 恭喜恭喜啊這樣 然後那一禮應該就變成 全部都是親家禮啊 進水樓台嗎不是嗎 是這樣的嗎 常常不是 班隊出現有多少 如果班上50個人 假定男女平均 那就最高班隊就25隊 有沒有出現五隊五分之一 你去研究 你有機會你去研究 如果連五隊都出不了 那表示都同樣在班上 那也不是進水樓台 或者進水要先得月 那我們都不是月 所以這個定理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最近有一首歌出了問題 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這版權的問題 這首歌我從一開始就不懂 到現在還是不懂 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首情歌 我說不是這叫猜謎歌曲 怎麼說呢 好這首歌詞是這樣 老師唱得不好聽就唸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愛你有多什麼 你去看一看 你去想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月亮是一樣的嗎 月有殷勤圓缺 所以今天一看 缺了 所以那你愛他不愛呢 顯然不愛 今天一看喔圓了 那你不是跟月亮一樣嗎 變來變去 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所以我的心變來變去啊 為什麼這首歌變情歌呢 這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一個歌曲嗎 十五的時候你唱這首歌 表示你心是圓的 初一的時候這個缺的 然後你就唱這首歌 所以這首歌 大家都還認為是愛情歌曲 我到現在為止還大獲不解 那天在爭版權 我在想這件事情 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你的心是什麼意思 你們都沒有人有這個疑問嗎 我每次都很認真地研究這些歌詞 到底什麼意思 好啦 所以進水樓台先得月這個啊 還有門當戶隊 這都是迷思啦 門當戶隊其實跟臨近沒有關係 跟身體上的臨近沒有關係啊 叫physical proximity是沒有關係的 它跟什麼有關係呢 是跟你的所謂的社會地位 經濟地位 你的社會聲望 教育職業 這大概是有關係 但那個關係呢 就看你怎麼去拉 我每次都講啦 好啦 大學生現在97%的高中生都可以是大學生 那大學生找大學生結婚 這個太容易了嘛 你找非大學生反而是困難的事情 所以在學歷方面 你要挑或你不要挑 你當沒人就看你怎麼講 你當沒人你就說 哎呀他也大學畢業 那那個家長可能說 啊我那是台大的了 啊你那是什麼 什麼好 哎呀都嘛一樣 好那萬一都是台大呢 你就看不出來說 我那是一學的了 啊你那是什麼學 所以要講大學 同一個大學 你都還可以分這個熱門的系 跟不熱門的系 同一個班 你都可以講第一名跟最後一名 你要怎麼說呢 你要真的挑 一不斷的區分都有挑的毛病 你要不挑 而大家都是大學生 那賺錢更不用講 可是大家看到都是現在 很少人去看到未來 我覺得這是最可惜的 也像這個大學教育 都訓練你們的現在 沒有訓練你們的未來 沒有訓練你們 Out of the box thinking 跳脫框架的思考 你還得去修一門課 叫創意學成這樣的東西才跳 應該每一門課都馬上是創意學成 怎麼還特別挑出創意學成 那這意思是什麼 我們其他非創意學成的課都是 英雄苟且的課 創意學成不是 我不在諷刺創意學成 我覺得所有課都應該是創意學成 我覺得應該把每一個課 都變成這個樣子 這才是大學教育的真諦 而不是大學教育變成職業教育 現在看到大學教育都好像變成職業 好那理理關係怎麼樣我就不說了 室友的也是一樣 我一直提倡每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房間 不應該有室友 你可以有那個housemate 你不應該有roommate 為什麼 隱私權的問題 第二個呢 是因為我在姓名會的那個經驗裡面 我發現隱私權不受重視 那就個人的自尊遭到践踏 怎麼說呢 你們現在大學生 我們大部分當老師都不承認 不願意去面對你們的性需要 性需要說有的人就是有性的需要 所以他會帶人回到他的宿舍去從事性行為 我們認為這是不對的 所以爭直點閉直點 我最好不要看到 最好不要知道 可這事情發生了 發生以後怎麼辦 現狀就是這樣 我就聽到過 因為我在姓名會官 我就聽到過有的學弟 喜歡在宿舍念書的 可是學長呢 喜歡把女朋友帶回來的 那這就衝突啦 你當然可以坐在那邊很淡定的看著你的書 反正學長會把簾子拉起來 就有一個人說他的學弟就那麼不上道 就淡定的在那邊看書 然後他呢已經猴急了 箭在懸上不得不發 然後那個女生就非常尷尬 好嗎 就算去了兩次三次還非常尷尬 你想拉個簾子 那邊有一個人坐在那邊讀書 你是在哪裡啊 你是KTV還是在旅館 大家都尷尬你不覺得嗎 拉個簾子 那能沒聲音嗎 有時候連隔牆都有聲音 何況拉個簾子 那種做完那件事情 那這個學弟要怎麼辦 要喝茶嗎 渴嗎 怎麼樣呢 當作發生還沒發生呢 大家都尷尬 那女生也尷尬男生也尷尬 那你假如有自己的房間 那就你家的事啊 兩人同意就好啊 我講這個家長不敢面對 學校不敢面對 我們不能這樣子啊 這樣他們就會做壞事 為什麼你認為一個人一個房間 他就會做壞事 他就會上色情網站 你認為現在沒有一個房間 就不上色情網站嗎 台大以前網路一直塞車到晚上 尤其男生宿舍 那是為什麼 就要download嘛 他download什麼 老師的講義嘛 開放式課程嗎 開放式啊 是不是課程不知道啊 那你還要掩耳盜鈴到什麼時候呢 我以前這樣講 這已經五六年前的事情 我覺得不必要再睜眼睛說瞎話了 就面對這個問題 好好地給他解決 他是大人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做他犯了法 他就抓去 法律該怎麼辦怎麼辦 你幹嘛給他這種室友很尷尬的呢 大家都覺得不太好 就好像你一賣保險套 就會有人在做愛 有人做愛就有人會怎樣 我覺得這奇怪的思維這樣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反正這學校也不是我的 我講完也有學生反對的 也有學生反對 我覺得你自己關起大門是你的空間 但你出的大門呢就是大家公共空間 像各位已經不止一次聽我講到 除了大門以外就應該有廚房 大學生在四年之內 一定要學會照顧自己的身體 吃的東西非常重要 既然關起門來的叫做信 那出門的叫做食 食色信也 這很簡單的道理 不然的話你看 你們現在吃的東西多油 你如果住宿舍住四年 我每次都大一新生的時候 你就應該有個棒蹭擺在門口 你先蹭一下你大一生多重 然後到大四的時候 你可以 最好有那個出聲音的那個棒蹭 你到大四的時候他會說 請不要在棒蹭上站兩個人 不會照顧自己的身體 不會照顧自己的健康 不會注意自己吃的東西 這還叫大學生嗎 你生都生不出來了到時候 所以你沒有 然後這個伙食又辦不好 然後你又吃不好 你知道如果你有廚房的話 你一個月伙食費可以省多少嗎 我們在美國去念書 他有提出生活費 一餐呢那時候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說一餐 我們那時候一餐 一天大概你的伙食費用 十塊錢美金 因為美國人吃的比較好 所以你那個伙食費呢很貴 有十九餐的伙食費 那個一個學校花好多錢 我們自己去煮 一個月沒多少錢 買一大包麵 然後可以煮很久 然後買那牛肉 然後自己滷 滷可以吃兩天三天 三天以上絕對沒問題 你自己吃飯 你自己做飯反而省 除了自己照顧自己身體 這件事情之外 你在外面吃又不健康 又不省 愛情跟人際關係網絡的研究 在140月這邊 這個研究成果呢 主要就是說 發現浪漫關係呢 受到對方的家庭 跟朋友的支持的程度 他們研究這五個東西 然後呢發現 跟六個因素 強烈正相關 這層次打錯了 140月下面 第一個浪漫的涉入 跟這個有關係 強烈正相關 情人關係跟社會網絡 第二個 自己的親友網絡 對於浪漫關係支持 也會強化兩人的關係 比如說你聖誕節 有人現在開始籌劃聖誕大餐 對不對 現在籌劃絕對太晚 除非你昨天認識的 不然的話乾脆就不要過 該有的房間都沒了 還有跨年 有人要去跨年 你現在策劃絕對太晚 除非你昨天剛認識 不然的話租不到房子 你乾脆就在那邊找一個地點 就看著那個煙火就好 最好是看電視 這樣連感冒都不會 孫老師是極度不浪漫的人 我以前我們家前面 沒蓋起房子來的時候 我坐在我的書房 就可以看到101的煙火 現在煙火要射得很高 我才看得到 去年我只看到煙 沒看到我 風向不對 對 有人還跑到我們家 前面那個大馬路上去看這樣 反正有很多角度可以看 那最笨的人 是跑到那下面去看 然後他們擠了半天 然後最後還找不到車回來 最後都走路回家這樣 不過年輕了就要做幾件笨事 這樣才能回憶 孫老師做過多少笨事 不然的話上課多無聊 我要講什麼呢 同學我從小就考第一名 完畢 我念書很簡單 都拿獎學金 完畢 我四年就畢業 完畢 我沒有四年畢業 好 對方親友網絡跟對浪漫成 所以你雙方如果關係很好 有人可能會請你過聖誕節啊 哎 我們家都是集體過聖誕節的 那天有一個人講 哪個電影明星 他完全不了解聖誕節的 對美國人的意義 跟對台灣的意義 台灣的是情人在過 美國的是家人在過 所以聖誕節是他們的過年 所以一定要家人團聚 所以有的電影就是家人 自己就把自己的未婚妻 或自己的女朋友 帶回去家過年 那會引起一些親友之間的爭議 這電影有演過的 還是那個演 欲望成生的女主角演的 他就被帶回去過 然後跟對方家裡完全不合這樣 那台灣呢 聖誕節變成跨年變成兩個人的事 不是一家團員的事 所以很多人就不跟家人一起過 結果我念書看哪一個電影明星講 談影劇新聞 他就說他第一次才發現 他的外國男友跟他說聖誕節是家人過的 所以他要帶他去跟他家人過 而不是他們兩個人過 他有點生氣說 為什麼聖誕節我要跟你家人過 這是文化的差異 而且呢 我們判斷聖誕節其實是錯的 我們中國人不認為耶穌是聖 你是基督徒聖誕 OK啊 你是這懷恩堂的 或者真理堂的 你都是OK的 那你如果不是 那就是耶誕節 各位知道這兩個的差別嗎 Merry Christmas跟Happy Holidays 跟各位上一堂多元文化的課 我們通常你買聖誕卡 你就以為這叫英文 這不是英文而已 這是文化 我會有一天 我一直不知道 到有一天看紐約時報 我才發現這個問題 OK 這是基督徒過的日子 因為Christ Christ 他的那個神叫Christ 我們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人 不認為那個人是Christ 那個是Jesus 可是他不是Christ Christ是他們封給他的 是救世主的意思 我們認為他是一個人 不是救世主 那你是基督徒 他當然是救世主 我不是基督徒 他就不是救世主 你懂我意思嗎 就這麼簡單 李明博他是韓國總統 他不是我總統 這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 所以呢 大門卡片都印這個 因為假定你是基督徒 那我們學英文的時候 都擠成單的把基督徒的道理 灌在我們頭上 那你是基督徒OK啊 你不是基督徒呢 你回教徒怎麼辦 你是佛教徒怎麼辦 那不是你的Christ啊 你說Happy Buddha's Day Happy Buddha'smas 搞什麼嘛你 所以呢 美國國會就有人提議 不應該用Merry Christmas 這種單一宗教的話 來讓所有宗教的人感到壓力 其他宗教人感到壓力 所以呢 要叫Happy Holidays 為什麼要Days呢 因為有聖誕節跟那個過年了 那都是Holidays 都放假的日 所以這個呢 是比較中性的名詞 沒有任何宗教的意涵在裡面 祝你放假 佳節愉快 簡單講像這樣 那叫祝聖誕節 我有一年呢 學生我們25號上課 學生說老師我們慶祝聖誕節 我說是你說的 不要反悔 幹什麼 我說來我們玩一個遊戲 第一個 那天我們所有人都要穿紅的 老師你有紅的衣服 我有 我有一件非常保暖的紅色的衣服 長得像無縫的衣服一樣 搞不好還被射死 無縫是誰你們大概不知道 知道 竟然還知道 好吧就是這樣 那第一個要穿紅色的衣服 所以那天我們就穿了紅色的衣服 所有人呢 我穿我那紅色的衣服 那天又剛好很冷 配合上氣氛 第二個呢 我說好 我還戴上我那個鹿的那個法菇這樣 雖然沒有法 但是有菇 我們姓孫的好像都有個菇 對不對 然後就戴上那個麋鹿呢 老師你戴麋鹿幹嘛 我說你 我不僅要戴麋鹿 每一個人要戴聖誕老人帽子 我就是到聖誕去買了一疊帽子 每一個人發他們一疊帽子 他們就每一個人戴那個 只有我戴麋鹿呢 我說我是戴鹿的人 他說老師那你紅鼻子呢 我說我不是Rudor 所以我不必要紅鼻子 我說好 先到助教那邊集合 助教給你第一個暗示 他說老師這大地遊戲啊 我說好吧 隨便你說 我們過聖誕節 結果這助教第一個提示 到捷運站 有一個人在那兒 跟你們戴一樣的帽子 你去跟他要提示 結果 他說老師那你在哪 我說我跟著你們走 老師你可以坐在研究室就好 我說算了 老師你給我打電話說 老師我們找不到人了 我們現在在什麼餐廳啊 這樣你要不要過來這樣 這就是我太熟了 要跟著人屁股後面走 看你們知不知道到哪去 而且我要上課 到了定點我要上課 老師還要上課 我說當然啊 校外教學啊 怎麼就放聖誕節了呢 開什麼玩笑 第一個到捷運站 我就安排了一個學生戴一個帽子 他非常丟臉的 看我們到了才戴 他說老師很丟臉的 沒有人戴 我是遊戲門怎麼就這樣呢 戴上去 然後那個學生就去問他 請問學長 這個我們下一個指是什麼 往北走 在明是兩個字 第一個字跟幾個圖形有關 大家這邊看 好 就到那邊還會有一個提示 就坐到圓山 圓山就下來了 下來了就另外一個提示 所以往東走 你會看到一面牆 那牆上面有一個同學的姓 同學有人姓萬 一萬兩萬的萬 就往中 這是哪 萬刃工牆 孔廟啊 對啊孔廟我們的聖啊 我們的聖誕是他啊 雖然不是9月28號去了 就進到孔廟去 然後就說好 來跟孔子鞠躬 大家戴著聖誕節的帽子 非常搞笑 不過在那之前 我們經過台大醫院站 真的老天有眼這樣 有時候我真的相信 真的應該有個上帝 不然的話這太巧了 經過台大醫院站 有一個顯然是小孩生病 然後本來憂愁的一個眼 然後看著我們一群人 然後就好高興 這真的老公公 就看著我 我真的錄他沒看出來嗎 這小孩顯然病得不輕啊 真的是 然後說聖誕老公公 然後他好高興 好高興 然後他媽媽就說 不知道你們是什麼團體 他以為我們是教會 你知道嗎 只有瘋狂的教會 我們不是我們是 老師跟學生 他講這神經病學校 因為 他就說 那可不可以請 你們跟我的小孩照相 小孩好高興 你知道嗎 他跟一群聖誕老公公 跟聖誕老公公照相這樣 我們一群人剛好在捷運的那個 靠兩節車廂的地方 我們就跟他照相這樣 啊 全班那天都覺得好高興 覺得做了一件好事 其實我們沒幹嘛 就因為我們穿著那個 然後戴著那個帽子 然後身上都紅紅的這樣 就戴孔廟 後來我們就在孔廟旁邊 那個另外一個國小那邊旁邊 剛好有一塊空地 我們就在那邊上課 上完兩節課 然後同學說 老師這是你的聖誕節 我說不 這是我們的聖誕節 不是你 這是我們的聖誕節 這些人裡面有人在中山大學教書 那姓萬的同學在中山大學教書 這個他應該記得這樣 好的 所以這個愛情關係了 跟人際關係有關 最後這個部分 最後這個部分是145頁這裡 145頁這裡 然後他的研究結果是這樣 女性的浪漫愛跟友情的支持與否無關 女人呢常常為了愛情會犧牲朋友的 你不贊成我 OK啦 我還是為了愛情會走天涯 然後與朋友的介入與否無關 跟父母親介入與否無關 卻和父母親支持承承承相關 你支持他他會跟那個 你不支持他他不會理你的 就他們的研究 這女性的 跟友情跟那個都無關 然後浪漫 網絡關係對女性浪漫反應在 浪漫關係中的影響力很低 但是跟網路的滿意度很高 就是你要對網絡的人 那個網絡的人 要怎麼解釋 網絡關係對方影響很低 就是前面的意思 你朋友不贊成無所謂 媽媽不贊成無所謂 所以影響力低是這樣 但滿意度呢 就是說你假如覺得爸媽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或朋友是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那你就會比較受到重視 他的意見會比較受到重視 是這樣的意思 那他有列出這種量表 有些量表 原來只是叫一般性的叫social support 美國人很喜歡發明這量表 來看看你的交友的情況 所以左手邊這是一個原始量表 講的是social support 社會支持 然後右手邊這個呢 是把它改過的 特別是把它改成浪漫關係中的支持 你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看起來對於關係發展感到高興 講你的相關的朋友或家人 是不是這樣 然後不讓或者阻止別人在關係方面中幫助我 第三表現出他或者他 認為我在感情方面表現很好 你是不是正向的支持他 那他或他在關係所需要的資源 有沒有 比如爸媽 常常會對於小孩子的那個交往的對象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看法 那這看法呢 你如果主動的積極的正面的 這看法會受到重視 如果是負面的 就會造成家庭關係的緊張 這很簡單的道理 你應該都知道 然後呢 幫助我思考 達成我在關係上設定的目標的不同的方法 就他會給你建議 其他我不多說了 你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在這裡相關的議題 常常是有一些家長 以前我還跟家長團體演講的時候 家長會問我說 我的小孩交了一個我不喜歡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請問我該怎麼辦 那我就說那你會怎麼辦 我就會告訴他說 弟弟阿妹妹我們再多看看這樣 所以呢你爸爸媽媽要是告訴你說 弟弟阿妹妹我們再多看看 這意思就是他不喜歡你現在交往的對象 這裡面其實有語病的 不是弟弟妹妹 那是你爸爸媽媽的講話的方式 是說我們 你談戀愛關你爸媽什麼事啊 特別是你媽媽 我們應該提醒你媽媽說 媽是我在談戀愛不是你耶 你已經跟你爸爸談 你已經跟我爸爸談過戀愛 什麼你爸講什麼呢我 我已經快不行了這樣 所以那個 這是一個常常媽媽會介入很多 尤其是媽媽有時候會 你的戀愛會呼喚起媽媽對於戀愛的一個 憧憬或嚮往或者是一個回憶這樣 那有些媽媽很受不了這種誘惑 會駭客進入到你的信箱 有的媽媽不是用駭客的 有的媽媽沒那麼強 趁著你洗澡的時候就看看你的電腦 然後電腦螢幕是黑的 然後他一按就開了 然後你那封信沒有關起來 懂嗎 他就看到了 我認識的一個媽媽就這樣 我說你不能看啊 他說可是我看啊 他說那我要跟他講嗎 我說你要跟他講啊 叫他以後要關電腦 他雖然說我可以騙他 我說你小孩你來騙他 你到底擔心什麼問題你跟他講 你用這種偷偷摸摸的方式 第一個他覺得你不尊重他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跟他講 我說你媽媽關心你啊 你談戀愛的事情啊 那媽媽不知道怎麼跟你講啊 你就把這話講出來 你都跟我講你不敢跟他講 那我是你的誰啊 我常常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就很多人願意跟我講的事情 他不敢跟他真正需要聽的人講 我覺得重點真的是在那個人 不在我啊 I am just a messenger 這是 那叫什麼 那叫什麼 John of Arc 怎麼意思把他名字也忘了 聖女貞德 聖女貞德 對聖女貞德 人家說你是妖言惑眾 這上帝有什麼話也應該透過教皇來講 因為他是代理商 你這個平行輸入啊你是 怎麼可以是你講呢 I am the messenger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找到我 但是我就是來傳話的 不是我的意思 我是來傳話的 有時候我們當老師也是一樣 我就是來傳話的 我們就是真理告訴我們 是這個樣子 我們是來傳話的 不是我要這樣講 所以爸媽媽有的時候呢 特別是媽媽 爸爸呢通常扮演角色比較少 你看爸爸在談他的戀愛故事的時候 你就知道 哎呀這個事情為你媽啦 這樣 他說了就算了 好多人歷屆都有這樣 這事情問你媽就好了 你媽怎麼說怎麼算 很少爸爸願意談的 媽媽反而會把女兒拉到一邊 講說其實 就開始講說你不知道家族的秘密這樣 有時候做這個作業呢 我希望你們家庭還完好無處 所以我說過這個作業可以不交的 如果破壞到你家庭 那這個作業不要交這樣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 所以家庭的關係 朋友的關係也是一樣 有些人呢 你應該知道你的朋友會不會聽你的話 因為在其他的關係裡面 你的意見對他來講重不重要這一點 其實你在不要講愛情 在其他地方你就應該看得出來 然後他生活上不如意的時候 念書不如意的時候 他會問你的意見 你給他意見他到底會不會聽 其實你就應該看得出來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給你的朋友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像以前有人來修我課 專門替他朋友問問題啊 他在他們宿舍收集完問題 然後我的箱子都滿了 那時候真的一節課都在回答問題 然後他認真的寄 寄下來會覺得 I'm the messenger 那他也是messenger 專門替人家問問題 那時候還沒電視可以看 所以你不知道問什麼問題 那那個當朋友 有時候朋友的界線 這個也是常常會有人問到 我發現我朋友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背叛他 請問我要不要告訴他 我說你第一個要確定 你怎麼知道他背叛他 你怎麼知道他背叛他 這個我應該有講過 所以這個其實蠻複雜的 你作為一個朋友 你還這方面有困擾的時候 我想大概你最好是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如果你真的那麼大困擾 如果你早知道你早就做了 對不對 譬如說你就是告訴他了 你就告訴他 那這個已經輪不到我來做任何的那個建議 這樣 那你告訴他以後會怎樣 那就看你們的友情的考驗 最難的問題 這裡面沒有提到的 是跟你的好朋友發生三角戀愛 這是次於世界末日的難題 世界末日我沒碰過 所以我不知道 三角戀愛我碰過 同學 痛苦啊 都痛苦啊 你不要以為三角戀愛中 只有有一方痛苦 都痛苦 你不知道 這裡面扯了太多的角色 你知道嗎 角色衝突 朋友的部分 那我們既然是朋友 那我們要怎麼相處 愛人的部分 那我跟他愛 我愛他 他愛他 他不知道怎麼辦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破碎的三角關係 這其實是兩個三角 這是友情 三個人都有 這是愛情 這一方有 這一方只有友情 然後這一方呢可能有一些什麼 奇怪的情愫 這不是雙向的 我不知道怎麼表達 我只能告訴你這個 然後也是因為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發展這樣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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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難 但是一個重點 我聽到有人很簡單的解答 三角問題 說三角問題都是男人的錯 我不認為 我認為三角問題 誰都可以退出 誰都可以加入 懂嗎 你可以不要玩啊 你選擇玩不下去了你就走吧 不管你是男的女 你在哪個位置你都可以選擇不要玩 真的選擇不要玩 在這種遊戲裡面 增加的複雜度是大家都不誠實 這就更複雜 可是大家都會表面說 那我們成成實實的 誰喜歡誰 這是不能夠改變的事情 那我們譬如說A是女生 我們BC是男生 三個人是好朋友 那我們就讓A來決定 這種故事在電影裡面非常的多 電影你看的時候很容易 那不是你的事 生活中你碰到了 那真的非常的困難 非常非常的困難 很多人認為由A來選 B、C做那個被選的人 同學這不是一場遊戲 這是人生 誰都可以做選擇 誰也都可以退出 但是不要傷害到任何人 我覺得這是最高準則 很難啊 很難啊 我只能今天這樣簡單的告訴你 這是非常非常難的議題 誰都可以做選擇 不是只有這個人選擇 你也可以選擇一個平等對待 共同奮鬥 在這裡如果能實踐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算是有遺憾 也不是終身的遺憾 人類的遺憾最怕的是終身的遺憾 你如果是一時的遺憾 你經過了時間以後 你歲月成長 你還是能接受 OK 當時年輕做那樣的事情 終身的遺憾就是 你這輩子自己都過不去 你心中會有一個疙瘩 最後害到的是你的人生 不是別人的人生 先講到這裡 下禮拜我們大概就開始講 愛情 婚姻跟家庭 這是比較常見的課題這樣